第1021章 陈邪 这碎山和他虽然未曾见过 可这等武器绝对不可能是垃圾 这混蛋的嘴真让人 呸 让象感到愤怒 羞耻 混蛋 你以为你赢了 金威凡争鸣一怒 一双眼眸泛着灿金色看向刑宇 低吼道 赢你没有成就感 所以 直接杀掉你好了 刑宇吃笑一声 抬手虚空一握 困锁金威凡的锁链猛然收紧 让金威凡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陈邪 救命 救命啊 金威凡疯狂地嘶吼着 刑宇眉头一挑 暗道不妙 就在此时 忽然刑宇眼瞳紧缩 瞬间不死魔灵加身 同时快速运转天地形 使用缩地成寸闪开 扑吃 哪怕刑宇瞬间调动了不死魔灵 哪怕刑宇反应很快 堪比因素 可是一道灰色见光 突兀地出现在身后 依旧在刑宇离开前 划破魔灵 在刑宇肌肤上留下一道深邃的白痕 扑吃 那灰色见光去世不减 在金威凡一脸错愕地注视下 瞬间洞穿身躯 见光崩碎 竟然化为流光 进入金威凡体内 肉眼可见 金威凡的身躯在苍老 体内生命之力再不断被剥夺 弥漫着一股股死亡之气 仅仅三夕时间 金威凡脖子一扭 一脸绝望地死亡 刑宇在远处看到这一幕 眼瞳紧缩 随手一挥 碎山河收回体内 金威凡的尸体跌落在地 瞬间溃散 不过漫天灰色光滑 却从尸体内挣腾而起 化为流光飞向中央剧门前 落入灰袍青年陈邪手中 转眼间凝聚见光 后悄然消失 好美味啊 不愧为大日经相族的生灵吗 陈邪嘴角微微上扬 一双眼眸微微一眯 狭长的灰色眸子 闪过一抹金芒 充斥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阴冷死亡之感 邢宇神色微宁地看向陈邪 冷冷地说道 够狠 同伴说杀就杀 同伴 哼 我何时说 这等蝼蚁 是我同伴了 陈邪眸子瞥了一眼邢宇 那阴邪妖异的感觉 让邢宇眉头微宁 那眼神竟然充斥着 是天地为出狗的蔑视 你很不错 做我手下吧 如何 微微副手 陈邪身不动 可却玉空直奔邢宇而来 宛如巡视天地的君王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无上的实力 势力权力能力 女人财富 只要你选择臣服 一切都可以得到 多么简单的交易 陈邪灰眸直视邢宇 嘴角微微一鸣 充斥着一丝笑意 可那笑意 却如此的阴亡 邢宇看向陈邪 失笑一声 一双漆黑深邃的眸子 泛着精芒 那邪魅如妖的笑容 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哦 笑什么 说来听听 陈邪阴邪一笑 道 让我臣服 行语邪魅一笑 眼眸迸发着赤圣如日般的精芒 身躯微微一震 弥漫着君临天下 俯瞰八方 镇压天地的帝王之气 你也配 声音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带着浓郁到极致的狂傲 无与伦比的霸道 如致杨至刚的刀剑 透着不屈 桀骜 让他刀剑天地行语沉服 哪怕是天都没有资格 何况一个区区小辈 可笑 陈邪阎孔紧缩 看向行语充满了深深的震撼 实在不曾想到 在这下等之地 竟然会遇到拥有如此狂傲霸道 那宛如天生帝王气的存在 相比较行语 他这阴冷的气势 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如果做出比喻 那行语就仿佛天子帝王 而他最多只是黑暗中 出谋划策的阴谋家 两相对比 结果不言而喻 微微深吸一口气 陈邪眼底闪过一抹狠辣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 他向来自负 狂傲 任何抵挡他 与他敌对者 杀 不曾想到 会在这里被一个修为比自己弱 年龄比自己小的少年嘲讽 不屑 宛如高高在上的天子 做不到的事情 却被一乞丐做到 更无声嘲讽天子 那种憋屈感觉 让他怒火中烧 这行语 必死 没有理由 看向行语 陈邪淡漠一笑 道 你还真是处处给我惊喜呢 可你知不知道 不臣服于我 顶撞我的生灵 只有沦为这等下场呢 瞥了一眼惊微烦 陈邪看向行语 宛如再看一句 尸体 行语邪媚冷笑 副手而立 道 杀我 你还不够格 够狂 我喜欢 陈邪点了点头 阴邪一笑 不过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今日 我心情好 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让你明白 自己那点本领和我比较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手掌抬起 对着后方虚空一握 转瞬间 黑暗中的巨门猛然轰鸣 下一刻巨门消失 漆黑的空间转瞬间轰鸣 那漆黑的漩涡逐渐扩大 宛如吞噬一切的黑洞 啊 阵阵惨叫声从黑洞内传出 行于眼瞳紧缩 刚刚可是进去了数百位生灵 现在传出惨叫声 莫非 全死了 包括其他两位青年 好狠 陈邪嘴角微敏 手掌紧扣 黑洞猛然缩小 竟然转瞬间化为一头黑色巨鳄 巨鳄足足有千丈庞大 仰天狂笑 声音震耳欲聋 轰隆 周围的三座黑山猛然颤抖 只见山体之上黑色流光隐映生灰 片刻后 山体竟然拔地而起 直接落在黑色巨鳄的后背之上 好 巨鳄周身黑光绽放 宛如黑色太阳 下一刻直接化为流光射入陈邪手中 陈邪手一挥 流光转换 直接凝聚一柄九尺黑色寒剑 哄 一剑在手 陈邪透体喷勃出滔天的灰色光滑 整个人阴晕灰色光滑中 阴邪如妖 诡异莫测 随手一挥 剑光爆起 呃吼惊天 剑光纵横天地数百丈 瞬间落在千里之外 一座巨月 直接被一剑横斩 断裂处整齐如镜 滔天的剑气冲天起 整片天地 陷入一片死寂 绝望的地狱一般 服了吗 抬手剑指行语 陈邪阴冷一笑 灰发飞扬 灰眸金芒流转 宛如掌控死亡的主宰 行语眼瞳紧缩 充满了凝重 这家伙因为被压制 现如今只是五丹镜四重天阶左右的修为 可是这爆发出的战斗力 堪比五丹镜七重 如果没有压制 他必然是一代尊者 没想到 除了叶雪柔杀生这等拥有逆天天赋的人以外 还有如此年纪轻轻 就踏入尊者的存在 更没想到 自己现在就和他走到了队里面 第1022章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那黑色巨恶行语刃的 名为吞天恶 曾经在乾坤界内 行语催动吞天恶魂 暴打过张无忌 不过这只吞天恶不是寻常恶 而是三贯吞天恶 属于吞天恶一族中的变异荒兽 虽然是血脉变异而成的吞天恶 可他的实力极端恐怖 那三座黑山就是他的三贯 可以分解开来对敌 诡异之极 此时他化身陈邪手中剑 那必将威力叠加翻倍 因此 此时陈邪的战斗力 哪怕遇到武丹镜九重 行语猜想 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行语没想到 二阶地狱区内 会有如此杰出存在 可想而知 那一阶地狱区六大圣足 自进入蛮黄狱以来 行语第一次感受到压力 想要救乌灵妍 任重而道远啊 微微深吸一口气 行语瞥了一眼陈邪 冷漠道 这点手段算什么 很强 真是让人失望 你这副模样 着实无知的可怕 陈邪摇摇头 阴冷一笑 眼眸中带着傲然和淡漠 到死之前 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我的剑下 从不斩无名之鬼 很抱歉 我也同样 行语手掌紧握 修罗剑出现 一股凌厉的剑气 冲天起 陈邪一双眼瞳猛然紧缩 紧紧地盯着修罗剑 你 你怎么会有修罗剑 行语眉头一挑 这家伙竟然认识修罗剑 莫非是武林州人 与你何干 行语冷哼一声 可紧接着一脸错愕 修罗皇 是我祖宗 陈邪呼吸有些急促 眼眸看向修罗剑 充斥着贪婪和疯狂 我族寻找他太久太久了 不曾想 今日偶然被我发现 哈哈 真是天赐啊 天赐 陈邪狂笑后 一双眼眸 闪烁着暴力的杀意 和死亡神情 现在 你又多了一个 让我不得不杀你的理由 无为陈邪 你这姓名呢 你祖宗 行语 行语邪魅冷笑 剑指陈邪 充满了嘲讽 行语 哈哈 陈邪再度大笑 那疯狂的模样 和刚刚平静如山般的沉稳气质 截然不同 此时更像是一个 疯子 这家伙的性情 还真是奇怪 喜怒无常 残暴无情 真不知道是如何修炼的 行语内心无语 眉头紧皱 这家伙既然知道修罗剑 他们族都在寻找修罗剑 祖宗 莫非修罗皇并非武林州人 而是来自其他州 行语想到了一个可能 更觉得这个可能 很有可能是现实 怪不得塞恩特那狗东西 非要杀你呢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陈邪看向行语 大笑道 塞恩特 行语眼瞳紧缩 这混蛋和塞恩特还认识 大笑如疯子般的陈邪 此时忽然收起了笑容 再度恢复刚刚那般平静的模样 眼眸一眯 阴邪一笑 道 你应该很熟悉他吧 修罗剑都给霸占 你还真够无情的呢 他都快恨死你了 面对陈邪这种 转瞬转变的性情 行语着实恶心 这种人 内心必然极端扭曲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行语感叹 可能也因此 他才能小小年纪 达到五欲净吧 原本想着应付应付他便是 不曾想今日见到你 陈邪话阴落 顺息间消失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留你了 修罗剑在你手中 就是耻辱 行语眼瞳紧缩 当即一个闪身离开 可是左臂衣袖 依旧被划破 好快的速度 这家伙的体魄 也十分的强大 行语神色有些凝重 当即没有在原地停留 快速闪身 同时不死魔灵加身 一剑在手 如死神降临 枪枪枪 行语和陈邪 瞬息间碰撞了数百回合 那清脆的争鸣剑因不绝于耳 整片空间都在站立 远处的行音音小手紧张地紧握 笛声说道 这个家伙 好强 叶雪柔点了点头 眉头微宁 道 行语的体魄 堪比武丹镜最强王者一般 速度也超过音速 然而此时依旧落入下风 实在是难对付啊 那我们要不要帮忙 行音音说道 叶雪柔摇摇头 紧握行音音的手掌 轻笑道 相信小语 他可是 创造奇迹的人呢 这家伙虽然变态 可他现在 依旧被压制修为 那么想赢 并不容易 是吗 那如果加上我们呢 忽然一道冷笑 从众人身后传出 叶雪柔几人同时一惊 当即转头看去 叶雪柔顿时惊呼 赛恩特 只见百米外 赛恩特和剑无极 以及两名白袍青年 悄然出现 赛恩特副手而立 两米五的身高 狂傲的神色 透着震慑天下的霸气 小妙 我们又见面了 你不高兴吗 赛恩特看向叶雪柔 阴沉冷笑 道 我反正很高兴啊 上一次落败 我可是记忆犹新 终身难忘啊 哼 上一次 可以让你如丧家之犬般逃离 这一次 一样可以 叶雪柔手掌一握 一柄修长的寒剑出现 剑身实色光滑流转 让叶雪柔的气势冲天起 原本行瑜想要将夜魂剑 交给叶雪柔使用 虽然夜魂剑在行瑜手中 只能发挥出单极武器的能力 但夜魂剑 为九届剑阵榜排名 第140的地煞剑王阵诞生的中翼之剑 此等威力 远远超越玉器 这也是为何 行瑜始终都在使用的原因 不过叶雪柔拥有手中 这柄九阴赐予的剑 因此并没有要夜魂剑 可笑至极 如果不是你比我修为高 你必败 塞恩特冷笑一声 转瞬间消失 直奔夜雪柔冲了过去 今日 本尊就宰了你 轰轰轰 塞恩特瞬间和夜雪柔交战 光影闪烁 如两道流光不断对碰 剑无极瞥了一眼 形影影黑龙中两蕾黑金熬四人 沙哑一笑 道 你们两个去杀了他们吧 是 师父 身后的两名白袍青年 恭敬地答应一声 瞬间冲向了形影影四人 狂傲 师本大爷一脚 钟两蕾怒吓一声 黎皇忠释放融入身躯 一脚踹向一人 瞬息间战斗 这个交给我 黑龙怒吼一声 直接一拳轰出 黑龙魂爆发 纠缠住了此人 黑金熬走到形影影面前 而后看向剑无极 冷笑道 嫂子 我们一起干掉那个老不死的家伙 防御交给我 你只管攻击 黑金熬可是好人欲用肉盾 防御力绝必不是吹的 好 形影影当即答应和黑金熬冲向了剑无极 剑无极很强 黑龙和钟良蕾也清楚 可是他们并没有动手 并非没有担当 而是不想送死 相比较形影影影 他们实力差远了 所以 与其送死 不如发挥自身最大价值 形影影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并没有说什么 第1023章 拜陈邪 轰轰轰 这方天地被阵阵战斗声笼罩 空间如水波般泛着层层涟漪 方圆千里之内的一切山川古树 尽数被粉碎的一片浪迹 因为战斗的行羽等人力量太过恐怖 碰 行羽和陈邪瞬间对碰 快速分离 环顾四周 神色凝重 各大战局都颇为的胶着 塞恩特和叶雪柔 剑无极和行银银黑金敖 黑龙中两类各自战斗神秘青年 每场战斗都不相上下 剑无极那里 原本他以为可以瞬间干掉俩人 但黑金敖的超强防御力超乎了他的想象 行因那强大的天珠血脉 爆发的雷霆 更让他心神忌惮 所以始终在胶着 因此 他们想要暂时奋出胜负 根本不可能 而最快能奋出胜负的 只有他这里了 因为他将是唯一的变数 跟我战斗 你也胆敢走神 可笑的人类 陈邪瞬息间出现在行羽身后 一箭横扫 行羽冷哼一声 随手一挥 碎山飞出 碎浪暴涌 直接淹没陈邪 可是陈邪速度极快 已经躲避开攻击来到面前 枪 渐渐相对 惊天见刚风暴成环形 朝着四面八方肆虐奔腾 陈邪挥发飞舞 眼眸透着疯狂和残忍 更有着截然相反的冷静 怪不得塞恩特如此地想要杀你 你的体魄真够变态 好想尝尝什么味道呢 陈邪话音乐 猛然和行羽分开 再度剑光崩腾 怒斩行羽 吃我 你这等狗东西 下辈子也没有资格 行羽冷哼一声 卓越的剑法不断和陈邪对碰 在剑法上 陈邪无法超越行羽 他的攻击在行羽眼中处处都是破绽 然而 他力量足够强 速度足够快 破绽转眼即逝 哪怕知道也没有什么用 某一刻 忽然行羽眼眸寒光一寒 猝然来到陈邪身后 左手一握 雪幽狼牙刀出现 猛然一道猎羊风暴 配合修罗剑的鬼刹碎空攻击 一瞬间 陈邪被刀剑淹没 轰轰轰的爆响声中 陈邪后退近千米 擦了擦嘴角鲜血 陈邪有些狼狈的看向行羽 阴邪一笑 道 刀剑双修 名不虚传 真是头一次见到的 不过仅凭借这等力量 可要不了我的小命哦 话音落 陈邪一剑下斩 吞天鹅出现 猛然怒吼一声 冲向行羽 可是在前冲的过程中 吞天鹅竟然凭空消失 转化为一道黑洞 妄图吞噬行羽 行羽邪魅冷笑 在吞天鹅即将冲过来的时候 猛然施展刹那禁锢 而后快速一闪 来到了陈邪面前 陈邪一惊 不曾想到 行羽竟然如此诡异地躲过攻击 刚要冷笑 忽然行羽双目一红 瞬间爆发死寂同血雨 陈邪眼瞳一红 整个人仰天怒吼 仿佛在忍受血雨的力量 可是行羽却心神一惊 他感受到的是陈邪在吞噬血雨的力量 这该死的死亡奥义 行羽大怒 这家伙主修死亡 毁灭奥义 更是掌握了中等奥义 虽然目前无法施展 可却十分强大 逆半尸海 行羽怒吼一声 直接施展最强龙武技 什么 陈邪看着俯冲而来的血童邪龙 一脸惊恐 不曾想到 行羽竟然还掌握这等龙武技 紧接着 陈邪肉眼可见的苍老 而行羽邪媚一笑 提着刀剑 直接爆发出世明星野 哄 哪怕陈邪快速抬剑格挡 但依旧没有扛住世明星野的疯狂暴击 被暴打得急速倒飞 行羽冷哼一声 快速跟上 裁决武技 刀剑武技 穴道奥义 五行奥义不断施展 催动 拥有三个武单的行羽 最强大的 就是战斗续行能力 各种武技 可以信手拈手 浪费了这么多死记星辰 施展龙武技 不杀掉你 怎么对得起老子 行羽争鸣一怒 疯狂的攻击 转瞬间落入下风的陈邪 肉眼可见 陈邪的身躯 再逐渐从苍老中恢复 可是他身上已经电体鳞伤 双腿断裂 胸口破碎 全身鲜血淋漓 狼狈不堪 然而行羽没有高兴 面色反而越发凝重 只因为陈邪的一双灰色眼眸 没有痛苦 没有愤怒 只有刺眼的精芒和疯狂 好爽 身体都被你打残了呢 陈邪疯狂大笑 可是 这就以为能杀了我吗 可笑的人类啊 呵 陈邪大喝一声 透体暴射天际一股滔天辉光 行羽直接被震退 在远处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辉光之中的陈邪 手中吞天恶所化的黑剑 悄然消失 融入了体内 紧接着 陈邪破烂的身躯竟然在恢复 并且在逐渐膨胀 某一刻仰天一怒 灰芒耀眼夺目的同时 竟然化为了吞天恶 我靠 行羽瞪大了眼睛 这 这笔怎么回事 除了习修死亡奥义 毁灭奥义这等魔道之外 他还习修了什么 竟然可以吞噬生灵 强大自身 宛如复制一般 行羽神情有些凝重 那吞天恶 可并非魂体 而是货真价实的荒兽 能化为剑行羽并不惊讶 掌握某种契约变化之道 完全可以 可是 将吞天恶吞噬 自己变成吞天恶行羽 还真是第一件 好 陈邪怒吼一声 一双灰色的巨大眼眸 看向行羽 充满了残忍 你真是让人感觉到讨厌 不过 我喜欢 身躯变成这样 真是糟糕呢 不过 你杀不死我 哈哈 陈邪狂笑 如风如魔 下一刻在他额头出现一颗血石 其上九十八道纹路 很遗憾 老子今日不能杀掉你 不过呢 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的 陈邪说完 快速消失 直奔黑龙中两蕾冲了过去 行羽一惊 想要追赶都来不及 所以当即大贺让俩人快速离开 然而 让行羽惊讶的是 他的目标并非是他们两个 而是那两个一脸错愕的青年 扑痴 巨大的爪子 直接拍碎一人 一道血光飞出 落在了血石之上 血石出现九十九道纹路 转瞬间 血光大放 笼罩陈邪 陈邪 老子杀了你 剑无极看到这一幕 争鸣一怒 眼眸中充满了怨毒 那可是他的爱徒啊 多谢了老家伙 陈邪对着剑无极争鸣一笑 而后看向行羽 眸子中闪过实质化的残忍和杀意 我在血炼台等你 我就不信 那一天 老子的修为还会被压制 修 血石一闪 陈邪瞬间消失 这家伙 行羽面色有些凝重 这陈邪是第一个年轻一辈中让行羽忌忌惮的人物 行狠人风 性情残暴 喜怒无常 最重要的是 懂得进退 打不过就赶紧跑 不为了所谓颜面 不要命 并且 哪怕战斗中疯狂时也依旧拥有足够的冷静 这样的人 作为对手 令人忌惮 不过 行羽还真没有怕过谁 陈邪 下次见面 你就不会这般狼狈了 因为 你会死 行羽邪媚一笑 眼眸中充满了狂傲与自信 冰冷与杀鸡 第1024章 离开 看到陈邪离开 塞恩特快速和叶雪柔分开 对着剑无极低喝道 走 他刚刚看到了行羽施展逆乱石海 吓得他毛骨悚然 他可见过行羽施展惊天印 此时没有陈邪牵引他 如果行羽和叶雪柔联合一起来杀他 单单这两个 武技他就吃不消 他也没有想到 行羽竟然还掌控着如此强大的武技 这让他对于行羽越发的忌惮 内心中对于行羽的杀意 越来越深 这个混蛋不死 他必亡 剑无极虽然愤怒 可是也深深地明白 多出一个行羽 场面胜负将顺息揭晓 那溺乱石海 让他都不寒而栗 当下摆脱行羽印黑金敖 带上白袍青年 快速和塞恩特离开 叶雪柔行羽印等人要追 行羽摇摇头 当他们全部都离开后 行羽面色一白 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无力地跌落在地 行羽 大哥 黑龙行羽印几人顿时一惊 当即冲了过来 一脸的紧张 行羽摇摇头 表示无碍 感受一下体内 行羽面色阴沉不定 他之所以不追塞恩特离人 是因为他此时的状态也很差 看似他和陈邪的对战 他仿佛没有受伤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体内受了很大伤 陈邪的剑是由吞天恶所化 带有强烈的吞噬之力 并且 他的攻击也十分诡异 带着十分阴毒的死亡毁灭之力 在对战中 两股力量不断破坏他的身体 如果不是拥有不死魔身 绿色生命物团 根本无法支持行羽 能够瞬间爆发出所有武技 打伤陈邪 高强度的使用武技 再加上释放死忌瞳 更让行羽自伤 因此 行羽不敢去追塞恩特等人 否则身体坚持不住 他们必败 行羽很清楚 他们在忌惮什么 因此始终都没有说话 当下行羽示意几人护法 而后盘坐在地 开始恢复 大约一个时辰后 行羽方才轻吐一口浊气 缓缓睁开眼眸 怎么样了 行羽第一时间紧握行羽的手掌 一脸紧张 行羽轻笑一声 刮了一下行羽的鼻子 笑道 放心 你也不看看 你丈夫我是谁 怎么会被一个疯子搞出事情 行羽脸颊一红 撑了一眼行羽 道 讨厌 行羽站起身 看向了叶雪柔 叶雪柔苦笑一声 道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很遗憾 关于修罗皇的事情 我并不清楚 行羽见此感叹一声 当即和一行人快速离开 行羽要问的 自然是关于修罗皇的事情 陈邪既然疯狂地想要得到修罗剑 修罗皇又是他祖宗 那么两者必然有所联系 很有可能修罗皇来自什么家族 那么修罗剑 还有其他大的作用 九英借了修罗皇生前所在的禁地 也许有所了解才是 而叶雪柔 继承了九英所有传承 也许有所了解 不曾想 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只能日后想办法了 行羽暗自感叹 同时料定 这陈邪绝对并非武林州人 否则这等年轻就达到尊者的存在 不可能在武林州 没有丝毫的消息 他来蛮荒狱 为了什么 更是能够进入二阶地狱区 为什么知道 这里有吞天鳄 种种不解 让行羽 想想就头大 因此索性不去乱想 和叶雪柔等人 快速寻找生灵斩杀 赶紧进入血练台 同时 行羽也在寻找险境 想办法如何强大自己 让自己的修为突破 陈邪最后一句话 点醒了行羽 修为是重中之重 目前战斗力逆天狂暴 可是修为太低 如果下次见面 境界压制在武丹境九重 甚至不再压制 那行羽面对陈邪 只能等死 然而很遗憾 很多险境 并非和刚刚所遇到的险境一样容易 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气息 因此 行羽并没有冒险 只是和叶雪柔一行人 快速寻找生灵 这一次 行羽有了明确分工 遇到对手后 由他和叶雪柔快速斩杀 毕竟不需要所有人都上血链台 只要能成为九位名额中的一个 就都可以进入二阶地狱区 而叶雪柔 是在场中修为最高的 不管如何压制 如何变换规则 他都将成为众人中 仅次于行羽 最有希望成为九个名额之一的人 行羽的血脉很逆天 更是天诛族之人 拥有半生灵雾天诛剑 可是他目前也达到了一种瓶颈 修为根本无法快速突破 武丹镜和武玉镜虽然只差了一个境界 可却阻拦了不知道多少天才俊杰 至于其他人修为虽然高 可平均战斗力都不如行羽 因此行羽和叶雪柔 成为了接下来猎杀的主力 黑金鸚在这个时候 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那鼻子简直不要太灵 只要有生灵踪迹 就可以察觉 快速带着行羽一行人追击 起初没有发挥作用 是因为附近生灵确实太少 现如今 随着他们逐渐深入血链战场 到处游荡 生灵也就多了起来 三天后 山岳之巅 行羽和叶雪柔各自斩杀一位生灵 手中血石 瞬间爆发出血光笼罩两人 你们抓紧时间猎杀 能到血链台最好 行羽当即转头对这几人说道 大哥放心 我们知道 钟良磊这般说道 黑龙拍了拍胸脯道 大嫂子的安全大哥也尽管放心 有我等兄弟在 除非我们挂了 否则大嫂子不会有事 行羽失笑 揉了揉行羽的脸颊 笑道 我先去了 等我 行羽点了点头 下一刻 行羽和叶雪揉手牵着手 直接被血光牵引 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几元城依旧在西山界 那里自称世界 不受这里的规则约束 行羽本想让行羽应几人 也到西山界 毕竟 如果偶遇塞恩特他们 会很危险 但是他们并没有答应 虽然危险 可这里 是难得的绝佳历练之地 他们都不是懦夫 更不是废物 不想在行羽的翅膀 避右下活着 靠自己的实力 一样可以变强 当俩人离开 行羽四人点了点头 快速转身离开 继续猎杀生灵 第1025章 血链台第五更 血链台 位于血链战场正中央 最巍峨红尾的山岳之巅 通体血红色 庞大无边 足足二千丈开外 宛如一道盛开的血链 血链台之上 一共九层 层层叠叠 直奔血链中央 每一层血链台 都缭绕弥漫着 层层悬傲的纹路 越是网上 纹路越多越密集 远远看去 山岳之巅 云层之间 一抹血红神连乍现 宛如绽放在云霄之上 天地间 时不时会有一道道 血光暴射 直落血链台第一层 咻 第一层某处 两道血光同时降落 血光逐渐消散 露出其内生灵 定眼一看 赫然是行语和叶雪柔 这就是血链台吗 行语额头仰视血链台 轻笑道 还真是够大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所造 血链台共九层 它们现在位于第一层 第一层宽约五千米开外 环绕血链台一周 第二层相对于第一层缩小一周 其上的第三层第四层都分别缩小 远远看去第一层 宛如到了血色世界 而并非一个站台 也因此 行语方才赞叹 这血链台的庞大 咻 一道血光暴尸而来 落在行语二人面前十米外 定眼看去 赫然是一头冰火怒铃 行语顿时失笑 他和冰火怒铃一族 还真是有缘 总是能碰到 在行语看向他的时候 他同时看向了行语 两个头 四肢眼眸同时看向行语 闪过一抹残忍 道 区区人类竟然能到达这里 还真是奇迹 不过你们真的很倒霉 因为你们遇到了我 冰火怒铃冷哼一声 缓步朝着行语走去 行语一脸无奈 轻声说道 你来这血链台的目的是什么 靠 自然是登到第九层 进入二阶地狱区 你傻吗 行语手舞额头 无奈道 那你特么跟我们打什么 登台才是最重要的 想要打去登台阶梯那打 你傻十三吗 对于这群脑残 行语简直无语了 血链台虽然竞争很残酷 将近一百人来争夺九个名额 所有人都是对手 但是战斗 也绝非遇到人就打 到登台阶梯处 登台才是目的 任何阻拦自己登台的人都杀无赦 那才战斗 冰火怒铃一愣 道 咦 你说的有道理 那还不快去 行语无奈摇摇头 刚要和叶雪柔离开 忽然冰火怒铃大怒道 不对 你特么刚刚骂我来着 为什么骂我 是不是瞧不起我冰火怒铃一族 我靠 还骂我 看打 我你妹啊 柔 一起弄死他 对于这等脑残 我不想再说话了 我感觉我自己被侮辱了 你大爷的 还骂我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十息后 行语一脚 踹飞冰火怒铃的尸体 臭骂一声 道 妈的 老子爬墙不服墙 就服你 这脑残 不治之症 叶雪柔无嘴眼笑 道 好了 走吧 行语点了点头 当即和叶雪柔快速离开 直奔登台阶梯 登台阶梯的位置 每一层都不同 所以想要找到 必须环绕一周 或者运气好 直接空降 期间偶遇很多生灵 可是大家只是相互远离 并不战斗 这让行语轻松一口气 果然 脑残一族 只有冰火怒铃 很快到了登台阶梯处 这里台阶数百 扶摇而上 直接连通第二层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通过 因为这里聚集了很多人 所有人都在混战 任何人胆敢冲上去 都要面对诸多生灵的联合攻击 很多生灵想法一致 老子们过不去 其他生灵也休想过去 小心 行语对着夜雪柔点了点头 当即左手持剑 右手紧握夜雪柔的手掌 快速冲了过去 吃吃吃 俩人手掌相牵 行语左手持剑攻击左侧对手 夜雪柔右手持剑攻击右侧对手 彼此配合任何人阻拦 杀 好 一道狮子头 狼身八条腿的怪异生灵 疯狂怒吼一声 朝着俩人中间扑了过来 灭 行语快速松开夜雪柔的手掌 血忧狼牙刀抽出 一闪即逝 下一息 生灵 鱼 而后行语收起狼牙刀 和夜雪柔继续手牵手 这可是行语的计谋之一 想要偷袭 想要捣乱 问问老子右手刀 左手剑 俩人一路攀登 速度很快 更没有半分后退的趋势 这让很多生灵焦急 当下纷纷攻击俩人 行语还未动手 夜雪柔冷哼一声 冰与火同时爆发 瞬间在身后凝聚一片冰川和火海 同时间 黄蜂肆虐 雷电崩腾 暴雨如见 光明如见 十种傲义 被夜雪柔寝客间催动六种 所有人的攻击都全部泯灭 最后随着夜雪柔低鹤一声暴 力量炸开 诸多生灵受伤 甚至死亡 行语赞叹一声 当即和夜雪柔速度暴增 寝客间攀登到了第二层 到了第二层 二人快速离开 寻找攀登第三层的登台阶梯 而后如法炮制 快速攻击 不过行语也并非无用 第二次开始配合夜雪柔动手 不死火奔腾 刀剑天牢施展 让诸多生灵痛的嘶哑咧嘴 恨不得生死活泼了两人 然而他们没有机会 很快 俩人就攀登到了第四层 对手越来越少 可是越来越困难 不仅因为对手的实力越来越强劲 更因为这登台阶梯 竟然也设置了种种关卡和攻击手段 让人愤怒的游火没出发 终于到了第五层 行语和夜雪柔快速恢复 随后来到了登台阶梯处 刚要登铃 忽然行语眼眸一眯 看到熟人 李川普 李川普正挥舞手中地魔锤 狂奏阻拦的对手 忽然听到行语的喊叫一愣 当即转头看去 顿时一喜 道 哈哈 行语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闯到这里 来来来 帮帮忙 行语嘴角一掀 似笑非笑地说道 哦 我 为什么帮你 我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 抱歉 我不叫朋友 我也不需要你这等朋友 行语笑眯眯地说道 当日这家伙针对他 虽然知道他是身份使然 可是认死里不变通 实在让行语很想弄死他 不过他也觉得 这家伙挺好玩 至少他能理解 但是 俩人说到底并非朋友 此时也并不打算帮他 我靠 大兄弟别啊 我当时 如果不是成为队的身份 绝对不会下死手啊 何况 我又没打过你 我 立川普话没有说完 就被一道道怒吼声淹没 第1026章 剑无极 我靠 这逼是成为队的 怪不得这么嚣张 弄死他 骂的 平日里 屌得跟什么一样 今日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兄弟超家伙 先弄死他 行语看到立川普 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顿时大笑 看样子 这成为队在百足城内 虽然有威严 可却不得鸣心 不然众生灵 不会听到成为队三个字 要同时合力揍川普 我靠 你们找死是不是 竟然胆敢 立川普话没有说完 就不说了 因为迎面飞来的是 密集的攻击 你大爷的 这个时候还胆敢如此嚣张 真是毒瘤啊 今日不把你留下 我们改日也要完蛋 兄弟们 一起弄死他 有生灵大怒 朝着大刀狂砍 我开玩笑的 我其实不是成为队 我也是 被他们收拾的人 立川普很聪明地善善一笑 立刻改口 可是 骗鬼呢 信你老子吃屎去 狗不就是吃屎吗 去你奶奶的 老子是双头犬人 不是狗头人 找打是不是 别 先揍这个成为队的 有道理 上 行语捧腹大笑 而这时 叶雪柔低声笑道 我们趁这会儿功夫 赶紧走 行语眉头一挑 眼睛一亮 当即点头 快速和叶雪柔 直奔第六层 我靠 行语 嫂子 别不帮忙啊 我会使的 立川普对着行语俩人惨叫道 而这一声惨叫 顿时让其他生灵一惊 当看到俩人即将冲到第六层 顿时一惊 大骂道 我靠 人类果然大大的狡猾 竟然这么卑鄙 竟然如此 等等我 你休想 吃老子一脚 妈的 去打那两个人去 打我做什么 你好欺负 有意见吗 我日 看打 最容易的一次 哈哈 行语大笑着 和叶雪柔到了第六层后 直奔通往第七层的登台阶梯去 很快到了登台阶梯处 行语忽然面色一宁 只因为现在压制的修为境界突然变了 武丹进六层修为左右 叶雪柔看向行语说道 行语眉头紧皱又提高两重 这下子麻烦了 对手的实力都会大幅度提高啊 当下刚要和叶雪柔冲上去 忽然眼瞳紧缩 猛然转头 随手一挥 穗山飞了出去 枪 一道争鸣枪音响起 一道身影快速后退 而碎山也被打了回来 落到行语手中 让行语面色一沉 手掌发痛 定眼看去 对手是一位白袍青年 赫然是贱无疾的 那剩下的唯一徒弟 杀我失殿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白袍青年眼眸淡漠地看向行语 充斥着凌厉的锋芒剑气 杀你失地的是陈邪 你特么下 行语差点无语地晕过去 这笔莫非也 脑残 明明是陈邪杀的 怪自己咯 如果不是因为你 陈邪的身体不会损坏 更不会杀我失地 一切缘由都因为你 行语简直醉了 见过不讲理的 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受死吧 白袍青年冷哼一声 一剑横扫 剑光缭绕间 冲向了行语 他本想杀陈邪 可是却根本打不过陈邪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尊者 哪怕修为被压制 也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偶遇行语 那么就杀他 如他所说 如果不是行语 师弟根本不会被陈邪杀死 他见识到了行语的强大 可此时修为 压迫在武丹经六重 他相信自己有机会 蛮不讲理 该杀 行语冷哼一声 随手一挥 碎山河飞出 同时一剑横扫 和他对战起来 叶雪柔并没有等待 一个闪身 直接冲向了白袍青年 这个时候 时间比命都珍贵 速度慢了 明儿就没有机会了 那白袍青年 看到叶雪柔冲过来 顿时大怒 道 你们两个卑鄙 竟然同时动手 你的智商 简直跌倒覆直了 行语嘲讽地摇摇头 配合叶雪柔 快速攻击 片刻后 随着血忧狼牙刀的突然出窍 瞬间抹杀了他之性命 就在此时 一道愤怒的嘶吼声 猛然响起 反而 行语随应看去 只见登台阶梯的顶端 第七层的位置 剑无极一脸愤怒地看向 倒在血泊中的青年 很遗憾 你这个智商为父的徒弟 挂了 行语咧嘴一笑 看向剑无极 充满了嘲讽 剑无极猛然看向行语 双目迸发出赤声的杀意 瞬间飞跃而下 直接杀向行语 你灭我无极间隔 让我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今日又杀我爱徒 我必 让你粉身碎骨 剑无极争鸣一怒 一掌下拍 一到五百丈庞大的寒剑 凭空浮现 带着无可匹敌的剑纲怒斩行语 一生心血 原来 你是无极剑阁的无极阁主啊 幸会幸会 行语冷笑一声 和叶雪柔同时出剑 轰杀剑纲 那今日你不杀我 我也要灭掉你 无极剑阁 为了该死的名誉 就要置他于死地 这让行语怎么能忍受 今日得剑 必杀 轰轰轰 万千剧烈暴响响彻 三人混战 宛如三道流光不断闪烁 行语越打越心惊 这个老不死剑之傲义好强大 那无影无踪的剑术 让行语暗自心惊 也幸好有叶雪柔一起 否则行语还真不确定 能否从他手中活着离开 然而 行语却不知剑无极比行语更加震惊 他可是无极剑阁的阁主 真正的掌控者 凭借自己的实力硬生生在百足城 打下一片天下 同级别中无人能及 一手无极剑法让多少人隐狠 虽然此时修为被压低 可他依旧是无极剑阁阁主 可是没想到 进入碰到两个少年少女 竟然被阻拦 叶雪柔虽然修剑 但剑法在他眼中不值一提 可是叶雪柔对于十种傲义的控制 实在让剑无极忌惮 十种傲义互相搭配释放 近百种截然不同的使用方法 爆发出的力量实在是让人心惊 最让他震惊的 还是刑宇在剑道上的造诣 每一招每一式看似普通 可是却蕴含不计其数的变幻之法 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剑锁伤 这让研究一辈子剑道的剑无极 都心生佩服 他更是相信 如果和刑宇并非敌对 他绝对会向刑宇求精 学习剑道 第1027章 身外化身 砰砰砰 刑宇夜雪柔剑无极不断对战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回合 可是双方始终在胶着 这可不是一个办法呢 刑宇眉头紧皱 使用逆乱十海 使明星也进行配合 来一套组合5G 可能会改变现如今的场面 可是现有的死记星辰 顶多使用一次 刑宇可不想就这么浪费掉 小语 我有办法 夜雪柔忽然传音 而后快速后退 给我三十息时间 刑宇眼睛一亮 当即看向剑无极 冷笑一声 传音道 我给你五十息 剑连苍雪 刑宇忽然动作加速 持剑闪转不停 直接释放一道庞大的白色剑连笼罩剑无极 碎 剑无极低喝一声 一剑怒劈 剑刚爆发 竟然汇聚一道剑河 直接冲碎剑连 万剑归宗 波涛骇浪 天罗地网 剑阵山河 惊炎坟祭 刑宇持剑在手 瞬息间怒吓连连 五行傲义 五种变幻莫测的招式 随着剑法施展而出 远远看去 此时场内宛如出现了五个刑宇 每一个刑宇 都是动作迅速 残影连连 宛如鬼魅力影 面对刑宇突然爆起的攻势 剑无极面色凝重至极 疯狂对战刑宇 更是想要速战速决 因为他没有遗忘叶雪柔 此时叶雪柔忽然不攻击 双手不断在胸前结印 夺目的霞光 这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然而 刑宇邪媚冷笑 左手一握 雪幽狼牙刀凭空乍现 裁掘武技 雪盗武技 不死武技轮番施展 这让剑无极顿时抹了手 一手五行乾坤 一手死记魔刀 刀剑纵横 狂暴镇压的气势弥漫开来 让刑宇看上去 犹如一代战神 单单使用剑的刑宇 剑无极就有些难以抵抗 此时面对刑宇刀剑同时施展 刑宇帆爆发 让剑无极逃离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不断硬抗 小语 快躲 一声力喝 响彻刑宇耳盼 刑宇一喜 当即刀剑收起 身法配合缩地成寸 如瞬间转移 出现在夜雪柔一侧 刑宇相信夜雪柔 就犹如夜雪柔 无条件小心刑宇一样 既然夜雪柔说有办法 那必然是有办法 而且是可以致死剑无极的办法 剑无极看到刑宇突兀地离开 当即一惊 看了一眼夜雪柔 顿时眼瞳紧缩 眉头狂跳 转身狂逃 只见此时夜雪柔双手合应 应发古怪而悬傲 透着古朴荒凉之气 斑斓绚烂的彩光流转浩万 衬托的夜雪柔美若折仙 跑 你跑得掉吗 夜雪柔冷冷一笑 应发前推 只见空间律动 一道石色光滑 瞬间消失 吼吼 怪异的怒吼声响起 如妖似魔 更如婴儿哭泣 让人不寒而栗 狂逃的剑无极突兀的停顿脚步 周身凭空浮现一层层石色彩光 光雨倾洒 隐隐声灰间 九鹰的虚幻之影若隐若现 吼 又一道暴怒一声响起 九鹰时刻投入 一口接一口的吞噬剑无极 每一次吞噬 剑无极周身 都会碰见刺眼的彩色霞光 当九鹰消失 远处的剑无极 宛如一轮石色太阳 此时七层入口 塞恩特忽然出现 看到剑无极这一幕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刚要说话 只见剑无极猛然嘶吼一声 瞬间身躯爆炸 消散虚无 好 终于死 不对 行语看向剑无极 刚要为此高兴 忽然眼瞳紧缩 只因为剑无极死后 竟然没有鲜血 该死 是分身 夜雪柔冷哼一声 面色有些阴沉 他是分身 那塞恩特 也很有可能是分身 行语眉头一皱 刚说完 忽然道道拍手声从七层传出 定眼看去 赫然是塞恩特 好聪明 好厉害 好佩服 塞恩特看向行语 夜雪柔 赞叹地拍了拍手 堂堂尊主 竟然如此胆小 真是让人觉得可笑 行语瞥了一眼塞恩特 冷笑一声 内心则十分愤怒 达到五欲镜 就可以凝聚身外化身 这身外化身 可以和自己一模一样 甚至不一样 拥有本体一部分实力 因人而异 有些人更会让本体闭关 身外化身再外历练 这样两不耽误 想要杀掉这些人 十分困难 必须要干掉本体 否则身外化身死亡 只会让本体受些轻伤 甚至不会受伤 这塞恩特 如果是身外化身 那杀了他屁又没有 反而要浪费精力 胆小 我可不觉得 塞恩特副手而立 俯瞰刑语 但笑道 这是实力的一种不是吗 你也可以凝聚身外化身 我又没说不答应 刑语内心一阵骂娘 这浑蛋够无耻啊 老子如果能凝聚身外化身 你特么还能活到现在 我在第九层等你们 不过时间可不多了 塞恩特冷笑一声 直接转身离开 刑语冷哼一声 当即低头询问 叶雪柔是否还能坚持 当叶雪柔点头后 刑语深吸一口气 抓起几枚舞丹扔到嘴里 炼花恢复后 快速和叶雪柔直奔第七层 这一次并没有生灵阻拦 刚刚的战斗 只要长了眼睛都看得到 那恐怖的战斗力 他们扪心自问 根本无法阻拦刑语 索性就不去阻拦 不然就是找死 到了第七层后 刑语和叶雪柔没有停留 快速直奔登台阶梯 这一次阶梯上的人更少了 只有寥寥七八个人 每个人都在艰难的前行 不仅要防备对手的袭击 还要应付着阶梯的关卡 这关卡困难程度因人而异 有人承受着庞大重力 有人承受着诸多攻击 还有人被海浪 火焰围困 刑语和叶雪柔互相对视一眼 当即踏入阶梯 竟然是重力 刑语踏入阶梯后 眉头微皱 当下运转土之傲义 感受周遭的重力 改善自身重力 否则根本寸步难行 秀 一道寒光一闪即逝 直奔刑语 驳耿怒斩 哼 刑语意念一动 碎山飞出 转眼间化为百丈 枪 碎山被震退 寒光也争明着剑阴后退 刑语转头看去 只见一名青年 阴冷地看向刑语 第1028章 第八层 你这是在找死 刑语冷冷地扫尸一眼青年 声音森寒冰冷 狂傲 那青年冷笑一声 手臂一抖 九九八十一柄寒剑出鞘 直接化为剑阵暴射刑语 在老子面前耍剑 你差远了 刑语摇摇头 随手一挥 夜魂剑出鞘 一道阴煞藏剑阵爆发 瞬间将八十一柄寒剑 尽数崩碎 随后快速施展明言怒 不死火化为火海笼罩青年 同时碎盒飞舞 化为怒龙 朝着青年吞噬 轰轰轰的爆响接连传出 当刑语收回碎盒的时候 青年 鱼 这一手看得其他生命 全部一灵 看向刑语 眼底闪过一抹惊恐 这家伙年纪轻轻就如此强大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也因此他们 根本不敢阻拦刑语 刑语冷哼一声 当即快速催动土之傲义 运用重力朝着第八层冲去 至于夜雪柔刑语并没有管 因为他前进的速度 比刑语还要快 十种光滑流转在周身 任何关卡阻碍 对他都没有任何作用 大约用了半个时辰 刑语和夜雪柔终于到了第八层 然而刚到第八层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忽然三道身影疯狂地冲向刑语 傲义如画 绚烂奔腾 密集地飞向刑语二人 该死 刑语冷哼一声 刀剑抽出 同时控制碎山碎和一起攻击 夜雪柔自然一起帮忙 片刻后 三位生灵全部被斩杀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又有人冲过来攻击刑语二人 刑语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攻击自己 但是所有 必杀 将近八个生灵死亡之后 刑语轻松一口气 刚要对夜雪柔说话 忽然瞳孔紧缩 只因为一道充满了死亡剑气的寒剑 凭空出现刑语面前 该死 刑语大骂一声 意念一动 调动西山界的力量 催动最强精致傲义 控制白虎战矛 透体射出 这是刑语能够最快施展的攻击 并且威力最强 只因为精致傲义 根本不需要调动 直接从西山界夺取就可以 哄 刺眼的金光 蹦践万千 充满死亡气息的剑刚 呼啸如骇浪 白虎战矛和寒剑同时倒飞 战矛撞击在刑语胸口 反阵之力 让刑语剧烈咳嗽 快速收回白虎战矛 刑语眼底一领 看向对面 只见漫天灰色剑刚 徐徐消散 陈邪手持黑剑 咬指刑语 又见面了呢 陈邪嘴角微微一鸣 灰色眸子 阴霾一闪即逝 灰发飞舞 弥漫出的死亡气息 令人心惊 这一次 可不仅仅 让你狼狈这么简单了 刑语剧烈深呼吸片刻 紧了紧手中刀剑 邪魅冷笑 瞬间冲向陈邪 可是陈邪却不战后退 快速消失 上一次让你侥幸 这一次 你必死无疑 当陈邪离开 刑语面色阴沉地冷哼一声 看向夜雪柔 轻微地眨了眨左眼 道 我还以为他多有种 没想到就这么走了 耸包一个 你先恢复 然后我再休息 夜雪柔一愣 但当即点了点头 盘坐在地 立刻开始恢复 行语环顾四周 为夜雪柔护法 羞羞羞 三道黑色语剑 在实习之后 如电闪雷鸣瞬息间穿过行语 报射向夜雪柔 行语没有来得及 但是原本恢复的夜雪柔 却突兀地睁开眼眸 随手化解黑色语剑 手指一弹 三道语剑道飞 扑扑扑 三道鲜血喷剑的声音响起 杀 行语凭空消失 猝然来到夜雪柔身后某一处 刀剑同时舞动 一记碎刃杀飞舞而出 陈邪忽然凭空出现 眼底闪烁一抹震惊 不曾想 竟然发现自己在这里隐藏偷袭 刚刚的话是欺骗我的 他知道我没有走 陈邪内心大骂 快速闪躲 这碎刃杀 融合了刀剑之道 威力无穷 可群杀可单体攻击 陈邪很自信 可也没有把握 如此随意地承受这等攻击 因为他没有预料到 行语会突然攻击 堂堂尊者 竟然如此不要脸的偷袭 你的脸皮 比这血链胎的高度还要厚呢 行语也不追击 刀剑收起 副手而立 看向陈邪 充满了浓浓的嘲讽 陈邪冷笑一声 道 脸皮 很抱歉 那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 动手就是杀人 而杀人方法 千万种 话音落 陈邪瞬息间闪转腾挪 直奔行语 剑光喷勃 吞天恶怒吼 滔滔黑光喷勃 将行语笼罩 果然有够无耻 行语冷哼一声 刀剑齐鸣冲向陈邪 刚要叫上叶雪柔 只见叶雪柔面前 再次出现赛恩特 直接和叶雪柔对战起来 看样子是故意的 行语和陈邪对战的同时 脑海中也在思索着 刚刚一共死亡十一位生灵 而原本赛恩特说 要在第九层等我 现在却偷袭 找生灵攻杀鱼我 看样子 八层的生灵都死光了 第九层也没有人 那也就是说 干掉他们两个 就可以安稳登陵第九层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在第七层 通往第八层的阶梯口 任何人想要浑水摸鱼 都不可能 所以 只要干掉他们 那么登陵第九层 将轻松如意 当下行语就全身心地 和陈邪对战 俩人的这一次对战 并没有上一次激烈 因为陈邪的攻击 没有了上一次的狂傲 稳扎稳打 竟然要和行语耗时间 这家伙还真不好对付 不要脸就算了 更是心思细腻 非常狡诈 并且懂得进退 简直是让人恶心 行语内心咒骂 这样的对手 无疑是最难缠的 因为他没有了短板 最大的优势 就是修为压制了 否则行语现在 根本不可能和他对战 不过行语也并非好欺负 各种傲义 随着刀剑纵横 信手拈来 一时间和陈邪不相上下 很多正在登陵第八层的生灵 看到这一幕顿时一喜 当下很多人都快速地冲击 企图浑水摸鱼 毕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行语刚刚展现出了强大实力 如果真的对战 根本不是对手 而现如今 他被牵引 说明对手十分强大 同时 这更是一个绝佳地 进入第九层的机会 然而他们错了 每一个企图登陵第八层的人 都会被行语四人 近乎同时出手 快速格杀 一时间 很多人沦为了看客 第1029章 杀赛安特 轰轰轰 叶雪柔和赛安特的疯狂对战 看上去比行语和陈邪的战斗 更加的华丽绚烂 只因为俩人运用的奥义 更加的强大 不过赛安特面色却越发的阴沉 只因为 他自始至终都被迫处于下风 修为压迫减弱 让赛安特信心大增 可是叶雪柔的修为和他同样 拥有十个头九鹰的超强传承的叶雪柔 根本就不是赛安特能够阻拦的 在叶雪柔的中身电光环绕 刺鸣风悬响起间 一箭刺出 电话九鹰直接震得赛安特 吐血狂退 你今日 逃不掉了 叶雪柔双目淡漠无情 十一箭在手 气势十分强盛 虽然知道赛安特是分身 可是也必须杀掉 想要杀我? 哼! 你个小女娃还嫩了点 赛安特争鸣一怒 她的年龄超过了数百岁 在她眼中 叶雪柔只是一个小女娃 可是没想到 会被叶雪柔屡刺碾压 真是该死 一声怒吓 赛安特体魄陡然障大 一股股漆黑神秘的灵力阴晕周身 肌肤之上伴有玄妙纹路 修罗血煞 赛安特仰天嘶吼 黑色灵力如穿云剑暴射天际 转眼间在空中化为一头千丈庞大的黑色身影 黑色身影笼罩在浓郁的黑色灵力中 唯有一双眼眸 泛着刺破苍穹般的血光 透着无穷的死亡和杀戮之气 吼 他怒吼一声宛如上古神灵一般 一掌下拍 天地扭曲 化为黑夜 手掌遮天蔽日 仿佛要将第八层给淹没 拍碎 风雨雷电 夜雪柔面色一凝 单手持剑在胸前 风声 流水 雷霆 电光瞬息间奔腾周身 四色光滑笼罩下的夜雪柔如一代神明 末日 斩 夜雪柔双目蹦发出微震八方的威势 一箭下斩 周身风雨雷电 净数被牵引 翻滚流动间进入箭中 一道四色彩光阴晕的剑刚飞出 剑刚飞出如鱼入水 转眼间由十丈化百丈 三百丈 一千丈 刺了 那撕裂声宛如苍穹被撕碎 黑暗随着剑刚飞出 悄然消失 黑影的手掌瞬息间破碎 紧接着黑影怒吼 单手抵抗剑光 然而依旧被斩 黑影周身弥漫地毁灭 杀戮傲益瞬息间消散 而后被四色光滑渲染 如黑色太阳 眨眼间爆炸开来 化为一股黑色浪潮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啊 黑影和赛恩特如有感应 整个人惨痛一声 死 叶雪柔来到赛恩特面前 一箭下落 赛恩特直接被一箭分尸 化为光雨徐徐消散 轻松一口气 叶雪柔看向了远处的行语和陈邪 废物 陈邪看到赛恩特 竟然这么快就被叶雪柔干掉大怒一声 当即阴冷地看向行语 道 既然那边战局结束 你也 结束吧 吃吃吃 一道道浓郁的灰色灵力弥漫着死亡奥义流转在陈邪周身 陈邪手掌紧握 吞天鹅出现 眼眸一眯 周身的力量 近数灌输入吞天鹅体内 转眼间 吞天鹅化为黑洞 瞬息间膨胀开来 要将行语吞并其中 行语速度比音速还要快 根本困不住 定眼看向陈邪 刚要准备动手 只见陈邪一把踏入吞天鹅化的黑洞中 吼 刺耳的怒吼响彻 陈邪一步踏出黑洞 而身后的黑洞也瞬息间凝缩 化为流光 进入陈邪体内 此时的陈邪 依旧是身着灰袍 灰发 灰色眼眸 可肌肤之上 却笼罩一层吞天鹅的鳞片 双手也化为夭肘 微微一握 劲爆接连爆响 你会死得很难看 陈邪阴冷一笑 瞬间身躯化为黑洞 直接消失 宛如洞穿了虚空 刑宇内心一惊 之前对战遇到的对手 无论速度多快 哪怕做到无声无息 刑宇都能察觉 不仅因为魂弓远远超越他们五倍 让刑宇拥有匪夷所思的洞察力 更因为刑宇的战斗经验足够丰富 然而这一次 却感受不到陈邪的气息 莫非继承了吞天鹅那黑洞的能力 因此便向掌握空间奥义 刑宇眉头紧皱 空间之道被誉为最强的道法之一 不仅因为他的攻击匪夷所思 更因为那移动速度 借助空间游动 是任何道法都无法媲美的 就在这时 刑宇身后凭空出现一道黑洞 转眼间化为陈邪 刑宇顿时察觉 可是刚要动 陈邪阴冷一笑 已经一拳轰杂而下 太慢了 噗哧 刑宇猛然吐血前飞 脸色苍白至极 这家伙的体魄力量也增强的够恐怖啊 刑宇暗自心惊 在刚刚的对战中 他就已经释放了不死魔灵 可不曾想到 还是防御不住 所幸陈邪对刑宇本身造成的伤并不强 不死血自动运转 顷刻间恢复 然而刑宇还没有回过神 陈邪已经在此出现身后 一拳将刑宇击飞 太慢了 太慢了 你是废物吗 砰 小子 你让我很失望啊 你的狂傲呢 砰 咦 浩强的体魄 恢复力竟然这么快 有点意思 继续 你可要扛住哦 远处的叶雪柔 在陈邪吞噬吞天噩后 就已经赶了过来 可是陈邪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 让刑宇再不到两吸时间 硬生生挨了上百拳 并且每一拳都力量极其强大 不过刑宇的体魄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死魔神的超强恢复力 让刑宇只是掠手轻伤 陈邪越打越心惊 却不敢停手施展超强奥义武技 只因为他知道 刑宇看似狼狈 可却没有受多大伤 一旦给他机会 哪怕纠葛几夕时间 等叶雪柔过来 他今日就难逃了 这混蛋的体魄 到底怎么回事 特么的 陈邪内心忍不住大怒 简直比他本体尊者身躯还要硬 莫非超越了天体 成为了传说中的圣体 还是变一体 陈邪想不通 所以他要更加疯狂地打刑宇 然而这一次他没有实现 只因为刑宇猛然硬生生地扛住陈邪一拳 寸步未动 陈邪面色一变 从拳头上传出的超强反振之力 让他感觉到了剧痛 你打得挺爽啊 狗东西 行宇缓缓转头 长发飞扬间 侧脸上肌肉棱条分明 眼眸轻眯 血光乍现 十字般的凛然杀意 让陈邪头皮发麻 此时的行宇更像是一个暴怒的魔君 礼尚往来 我让你也感受一下 第1030章 来日必杀第五更 行宇话音落 陈邪面色一凝 暗道不妙 然而刚要闪躲 行宇猛然施展刹那禁锢 而后快速闪身来到陈邪面前 血纹零五 一拳狠狠地砸在陈邪脸上 整个脸庞扭曲 一层妖异的血纹笼罩其上 宛如雪皱 轰得一声巨响 陈邪直接被打飞数千米 行宇紧随而至 片刻即到 然而陈邪阴冷一笑 猝然消失 三夕后 凭空出现在行宇身后 刚要动手 行宇快速转身 一拳抢先砸在陈邪脸上 整张脸血肉破碎 猙獰的恶鬼 老把蟹 你还会别的吗? 陈邪一脸呆滞地怒吼道 不可能 他现在的速度并不快 可却诡异之极 想要斩杀他根本不可能 除非动用五欲镇压空间 他才能无处藏躲 可是现在行宇竟然能感知到 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 譬如吃我一拳 行宇快速来到陈邪面前 又是一拳砸出 胸口瞬息间崩碎 让陈邪惨痛连连 我行宇向来十分公平 你打了我108拳 那么现在 我还给你216拳 希望你坚持住哦 行宇邪媚冷笑 眼眸中的杀鸡看上眼 就令人头皮发麻 拳拳爆轰陈邪 速度快到极致 此时的行宇宛如盖世魔君 不仅如此 行宇每一拳都会将刀剑 五行 不死火 魔道之力融合全部轰击在陈邪体内 同时还会灌输入生命力 行宇要让他好好活着 承受自己暴打带来的每一分伤痛 行宇还从未被人如此压迫 疯狂暴揍 实在是生平第一次 这让行宇生死活泼了陈邪的心都没有 叶雪柔早已经来到一侧观战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能感受到行宇此时的杀意是有多强 所以她不会帮忙 如果行宇不能亲手斩杀陈邪 很有可能会留下心魔 终于216拳打了215拳 陈邪整个人已经破碎成一滩烂泥 跌落在地上 如果不是还有轻微的呼吸声 简直就是死了不能再死的死人 行宇一脚踏碎胸口 低头冷冷的看向陈邪的双目 下一刻一拳轰在头颅 做人不要太狗 太嚣张 我知道你本体会感知到这里的一切 所以 记住我行宇一句话 我会亲自找到你的本体 来日 斩杀 轰 头颅破碎 陈邪化为流光消散 行宇轻松一口气 整个人半跪在地不断喘息 行宇能突然硬扛住陈邪的攻击 反败为胜 不仅是因为行宇愤怒了 更因为在陈邪的暴打中 体内不死血疯狂运转 不死灵魂竟然有逐渐凝聚的趋势 因此 行宇的恢复力增强 行宇趁此机会 催动所有不死血 进入不死灵魂之中 让恢复力再次加强 然后体魄突然强大 所以 方才承受得住陈邪的狂暴一拳 莫非不死磨身强大的秘诀 是要挨打 行宇暗自苦笑 这什么狗屁方法 如果是这样 老子宁愿不学 小语你没事吧 叶雪柔来到行宇面前 有些焦急地询问道 行宇摇摇头 没有休息 而是和叶雪柔 快速登临第九层 现如今 应该没有其他圣灵才对 因此 行宇要赶紧前往第九层 不能让其他钻了空子 与此同时 蛮荒狱一街地狱区某一处山洞 一道灰衣青年猛然睁开灰色眼眸 扑斥一声 喷出一口浓郁鲜血 此人赫然是陈邪 该死的行宇 竟然破了我的第三道分身 陈邪双目灰光流转 拳头紧握 一股恐怖的灰色光圈透体 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竟然将山洞移为平地 行宇 你等着吧 你不找我 我也会亲自找你 我会告诉你 招惹我陈邪 是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碰 行宇一脚踏入第九层 整个人无力地跌落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一旁的叶雪柔 比行宇要好一些 可也是相悍密集 脸色微微苍白 终于到第九层了 咯妈的真不容易啊 行宇苦笑一声 如行宇所猜测的一般 这里的果然没有一位生灵 只有行宇和叶雪柔 踏入第九层 不过这通往第九层的阶梯关卡考验 实在是恶心 让还未曾来得及休息的行宇 十分狼狈 片刻后 行宇缓缓坐起身 让叶雪柔护法 快速恢复 稍后肯定还会有生灵灯灵 行宇要做的就是 全部踢除出去 灯灵第九层 并非意味着没有危险 通过了考验 在九个生灵没有聚集之前 跌落下去 就不算 大约半个时辰后 行宇睁开眼眸 而此时叶雪柔正一见横扫 将灯灵的生灵瞬间震飞 不需要格杀 只需要阻拦 再加上第九层关卡的拦截 足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行宇和叶雪柔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当然也并非是将所有生灵都驱逐 如果是单独自己上来的 行宇并不会阻拦 毕竟还需要聚集九位生灵 如果是两三个一起的 绝对不行 行宇可不想被人阴 三天后 九人全部聚齐 通往第九层的阶梯瞬间封闭 在行宇九人面前突兀的出现一道血色光柱 直冲云霄 当血色光柱消散之际 一道门户出现 只见一名黑衣男子走了出来 赫然是进入百足站门时 出来说话的那名男子 恭喜你们成功取得 进入二阶地狱区的资格 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 你们的种族 姓名 或者朋友 我将送你们一起离开 如果没有 那就可以直接从这扇门中走出去 路的尽头 就是二阶地狱区 男子声音很有雌性 目光扫视九人 但莫得说道 二阶地狱区 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加残酷和凶险 因此 希望你们都能活下去 行宇一行九人 对着男子微微欠身 而后两名中年男子 一个转身 踏入了门户之中 显然是独行侠 其他生灵则挨个爆出自己的姓名 而后男子 带着门户消失 片刻后出来 会告知种族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直接去二阶地狱区等候 至于他们到了二阶地狱区后 居住在什么地方 生活在哪里 他并不管 想要活着 靠自己 这让行宇不得不为这里的规则 感觉到残酷 很快轮到行宇 行宇告知了男子行音音等人的情况 男子悄然消失 一刻钟后回来 告知男子 他们已经在门内等候 行宇当即对男子微微欠身 和叶雪柔一起踏入其中 第1031章 二阶地狱区 这里是一条黑暗涌道 只有镜头泛着璀璨白色光滑 四周围近乎都是漆黑一片 这里宛如通往天堂的路 诡异之极 行宇和叶雪柔一个闪身 从一侧的黑暗中踏入此地 忽然黑暗涌道 弥漫一层层淡紫色的星辰光芒 隐隐生辉 让黑暗涌到多了一份光明 多么一份神秘 在行宇和叶雪柔一侧五十米处 行音音黑龙四人也悄然出现 老大 黑龙最先看到行宇顿时一喜 当即四人朝着行宇二人走去 行音音直接紧紧抱住了行宇 担心地问道 宇哥哥 你没事吧 行宇拥抱着行音音 闻着秀发间的芬芳 感觉是那么的心安 你与哥哥神功盖世 怎么会有事 行宇温柔一笑 道 你们呢 别提了 我老子就插最后一刀 将一个圣灵的脑袋砍下来 就错过九十九道血纹了 不知道从哪出现一个男子 直接一挥手 将我们全收了进来 然后就看到你们了 黑龙有些郁闷地说道 行宇瞥了他一眼 道 老子跟你说话了 啊 大哥 不是 黑龙一脸猛逼 我说话 咋了 钟良磊一脸蛋疼的摇摇头 对着一旁的黑金敖说道 怪不得他单身狗 活该啊 靠 你骂谁呢 老子也不懂为啥 黑金敖瞪大了眼睛 钟良磊 行宇忍不住失笑 松开行音音 牵起他和叶雪柔的手掌 转身前行 老子和妻子说话 你非插什么嘴 秀恩爱 你不懂吗 不会配合 我靠 老大你要无耻 哈哈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服气啊 你也笑 老子坐等吃狗娘 你大爷的 大约耗时三个时辰 行宇一行人走走停停 终于走到了黑暗涌到尽头 从面前的白色巨门中走出 刺眼的阳光 让行宇一行人有些不适应 良久方才睁开眼眸 还是这外面的感觉 让人感觉舒服 行宇慵懒得伸得懒腰 嘴角擒着一抹笑容 环顾四周 脚下是一座耸立云端的山峰 下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高大的古树 耸立云端的连绵山脉 偶有兽银传出 回荡山间 让此方天地看上去美如画卷 遥望尽头 无边无际 让行宇不得不惊叹 这蛮荒语的庞大 没有在这里多停留 行宇将几冤城从西山界内弄出来 当即一行人快速前行 原本行宇等人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前行 不过行宇很聪明的 在进来之前就询问了岳飞汉 因此行宇等人现在目标很明确 直奔二阶地狱区的百足城 行宇要想进入一阶地狱区 找九幽龙却一族算账 只能一步一步来 这里的硬规矩 让蛮荒语的生灵不得不遵从 不过在去之前 行宇等人会经过越阴欲兔族 去找岳飞汉 毕竟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行宇虽然对这里有所了解 可是能有越阴欲兔族庇佑 至少会减少很多麻烦 更绝对不会出现 先前被无辜陷害这种 让人愤怒的事情 越阴欲兔族 居住在我们现在的方向位置 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 大约五天时间能够达到 行宇辨识了一下方向之后 当即对着行音音等人说道 众人点头 当下和行宇快速前行 越阴欲兔族居住在百足城内 但是在百足城外 也有族人生活 因为他们居住在越阴谷 那里地下拥有一座巨大的矿场 诞生地阴欲 这地阴欲 不仅对于越阴欲兔一族修炼 起到很大作用 更可以用来换取荒林石 支撑整个族群的花销 也因此 凭借着地阴欲 越阴欲兔族才能很快 在二阶地狱区占领脚跟 否则近来也是死亡 不过因为越阴欲兔族 拥有着地阴欲矿场 也同时树立了很多敌对种族 行语询问越非汉的时候 他的表情可是十分的苦恼 告诉行语 他之所以出来游玩 就是不乐意管理 也不愿意去参与其中的计谋算计 种族交战等等 虽然如此 可是越阴欲兔族拥有大尊主 也就是大妖主这等强者镇族 所以 越阴欲兔族虽然敌对种族很多 却没有任何生灵 能够一口吃掉越阴欲兔族 三天后 行语一行人已经赶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五天之内完全可以达到 原本行语还想着放松 这三天游玩一下 可是二阶地狱区的危险程度 比三阶地狱区增加了十几倍不止 因此 行语一行人赶路很快 根本就没有工夫去浪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一处山谷 行语笑道 不如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独眼龙 雷子 二狗子 你们去看看 有没有危险 一二柔 我们坐下来休息休息 黑龙听闻此话 一脸忧怨地看向行语 道 他大爷的 老子要好好修炼 争取有一天超过你 然后揍你压一顿 这当老大太爽了 雷子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放弃权力地诱惑跟老大的 如果是我有你这等天赋 此时一定在行天宫装逼当老大 多爽啊 钟良磊一脸黑线 无语地瞥了一眼黑龙 转身朝着山谷走去 就你这脑子 下辈子也干不了老子干的事 说了你也听不懂 还是不说了 以免你听不懂 最后很甘大的 我擦 你大爷的 你不说 你怎么知道老子听不懂 说说看 切 你压让我说我就说 今儿个我就不告诉你 有本事问老大去 尼玛 我是不去了 我的屁股至今隐隐作痛 黑龙一脸忧怨地瞥了一眼行语 让行语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尼玛 这是什么表情 老子又没有把你怎么样 只是抱作了几顿而已 这不怪行语 主要是黑龙这丝 有些时候聪明 有些时候 脑瓜子转不过来弯 还有二狗子黑金鸥 这让行语气得是 这几天可是狠狠地修理他们一顿 美其名曰 我在帮助你们成长 因此 黑龙才会这般优越 行音音夜雪柔在一旁无嘴眼笑 低声说着什么 脸颊隐隐泛红 行语黑黑一笑地凑过来 说道 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说给我听听呗 哼 女人的秘密 你男人不懂 行语一脸无奈 当即也就不再询问 然而刚要躺下小蜜片刻 忽然眼瞳紧缩 猛然看向了山谷 低签零三十二章 来着你爹 过来看 只见黑龙三人 刚刚走到山谷门口 黑金熬面色一变 快速后退 有危险 快撤 声音落下之时 黑龙中两磊瞬间将身法施展到极致 疯狂地后退 咻咻咻 十八道武丹镜 一重舞者快速从山谷内冲出 各自手持寒剑 一脸冰冷无情 这是 无极间隔的人 行语眼瞳紧缩 当即和行音音叶雪柔几缘成四人 快速朝着十八人冲去 然而 干掉他们 叶雪柔当即明了 来到了十八人面前后 随手一挥 千丈庞大的手印猛然降落 直接将十八人拍碎成肉泥 黑龙三人停下脚步 剧烈地喘息着 哎呦我擦 真尼玛吓人 黑龙看了一眼 黑金熬说道 二狗子 下一次 你能不能小点声 遇到刚刚那种情况 我还要温柔地告诉你 有人 黑金熬给了黑龙一个鼻翼的眼神 仿佛在说 你自己体会 让黑龙一脸黑线 行语眉头微皱 道 这里会有无极间隔的人 莫非他们知道 我们要去月阴玉兔族 我想应该是毒 钟良磊看向行语说道 那沉雪死的只是分身 也许本体在二阶地狱区呢 他来自二阶地狱区 他要进入三阶地狱区的百族城 轻而易举 所以得知 你和月阴玉兔族的月非汉公主 相识很容易 而他得知你进入二阶地狱区后 很想杀你 可是这二阶地狱区这么大 怎么找 所以 他派人 在前往月阴玉兔族的路上 有无极间隔的人等候 如果他们遇到了 那说明 他们赌对了 直接前往月阴玉兔族 赌你就好了 如果是错的 他们又不耗费什么抵运 这些人的修为 虽然是武丹镜 可是我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都是死事 这种死事 只要有人 分分钟就可以制造出来 对他们影响不大 同时间 他们就可以采用其他办法 寻找你的下落 行鱼点了点头 钟良磊的分析很透彻 如果所说是真的 他们接下来的前进中 必然还会遇到无极间隔的人 当下一行人 没有在这里停留 而是继续赶路 在一行人离开后 山谷中一名白袍青年副手走出 身后背着的蓝色长剑 蒸蒸作响 发出颤抖的剑音 看了一眼行鱼一行人离开的方向 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大约在晚上的时候 行鱼一行人 果然又发现了无极间隔的人 果然如此 行鱼眉头一皱 那还去不去月音玉兔族 钟良磊眼眸深邃地说道 去 行鱼点了点头 说道 他们既然安排无极间隔的人在这里 修为又不高 那么必然已经确定 如果他们遇到我们 必然死路一条 那么他们为了得知 我们是否经过这里 必然会有联系的方法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如果我们现在不去 那么他就会针对月音玉兔族 所以必须去 黑金熬一愣 道 为什么会针对月音玉兔族 钟良磊无奈地摇摇头 但还是说道 既然得知 我们到了二阶地狱区后 就立刻直奔月音玉兔族 那说明我们和月音玉兔族 关系很好 或者说 我们想要借助月音玉兔族的力量 他们针对月音玉兔族 有两种结果 第一 如果我们不出现 我们将害了月音玉兔一族 同时也会步步为坚 没有强大种族庇佑 我们的处境很危险 他们寻找起来 也更加容易 如果出现 那么他们就可以要挟月音玉兔族 逼我们就犯 左右都是一个死 既然如此 那就去 凭借二嫂子的修为 我们兴许有一搏的机会 行鱼点了点头 钟良雷所说 也正是行鱼所想 当下一行人 没有耽搁时间 全速朝着月音玉兔族冲去 一天后 行鱼一行人 距离月音谷 大约五千里左右 遥望月音谷 宛如苍茫大地之上 出现一道月牙一般 泛着白色光滑 美轮美奂 刚要继续前行 忽然从前方森林中 窜出三道身影 他们身着皎洁月光般颜色的铠甲 手持长矛 高大威猛 气势破人 虽然是三人 却透着千军万马之势 来者何人 有何贵干 为首一人语气冰冷地说道 人类 左侧一人声音充满了鄙夷 冷漠道 滚开 此地不允许人类踏入 否则杀无赦 行语刚要说完 黑龙冷笑道 这是你家地方 不允许人类踏入 好狂好嘚瑟呀 你不是要问我们 是何人干什么来吗 老子告诉你 来者你爹 过来看 还不速速跪拜 行语一脸黑线 钟良磊和二狗子放声大笑 道 骂得好 找死 三人当即大怒 直接提着长矛冲向行语黑龙 行语冷哼一声 刚要动手 忽然一道低鹤声传出 住手 话音落 只见岳飞齐出现在行语面前 随手一挥 给了三人一巴掌 谁让你们对恩人下手的 三人一脸猛逼 我擦 恩人 岳飞齐转身对着行语恭敬地说道 岳飞齐参见恩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行语很好奇地问道 行语知道 岳飞汉和岳飞齐 会从百族城回来 可是不曾想到 这个岳飞齐怎么会在这里 是公主殿下 让我在这里等您 他说 您会过来的 行语笑了笑 当即询问道 最近月鹰玉兔族有没有出什么事 岳飞齐一脸疑惑 摇摇头 表示没有 这让行语轻松一口气 看来自己一行人的速度 要比他们要快上一些 当即没有和岳飞齐叙旧 就直接让他带着一行人离开了 临走之前 喂 服了没 黑龙很是骚包的 看向那三个兔子所画的男子 三人内心苦笑 你大爷的 我们哪知道 你们后台这么硬 怪不得最近几日 岳飞齐会经常出现在这里 还以为是体恤明星 不曾想 是为了他们 黑龙见三人不说话 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以后记住 人类要放行 人类很爱兔子的 没听过一句话吗 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们人类很懂你们的 三人一脸猛逼 这特么的哪跟哪 第1033章 月鹰谷 月鹰谷 虽是一个谷 可却占地庞大 方圆足有三万里 在谷中 有已经开发过的土地 无人问津 但还有诸多未曾开发的 被严加保护 同时在谷外 也会有诸多 月鹰玉兔族的人守护 竟只有人前来滋试 偷盗 月鹰谷中有诸多楼与竹阁 一眼望去 宛如世外桃源一般 一点也看不出 这是一群兔子的居住地 跟随月飞骑 行语一行人 很快来到了月鹰谷的中央 走进了一处大殿之中 在大殿中央 月飞汉正无聊的手脱下巴摇晃腿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当看到行语一行人出现后 顿时一喜 当即走了过来 行语看向月飞汉 似笑非笑地说道 公主殿下过得好滋润啊 月飞汉白了一眼行语 道 这叫滋润 本公主都要无聊死了 走到行音音夜雪柔面前 搂住俩人手臂 道 两位小姐姐 走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月鹰谷 行音音二人自然答应 至于行语几人则 跟着他们一起 四处参观的同时 行语将无极间隔的情况 告诉了月飞汉 月飞汉很愤怒 没想到猿虎暴族竟然骗自己 这让行语一脸黑线 这丫头好单纯 当务之急 你要去通知 你们这里的负责人或者组长 加强这里的保护或者派人前来 否则就麻烦了 行语当即这般说道 月飞汉点了点头 当即说道 走 我们去月鹰台 行语狐疑 但在随着月飞汉前往月鹰台的时候 从月飞汉口中得知 这月鹰台是一处战斗场地 它的出现 是为了检验年轻一辈月鹰玉兔实力的地方 在蛮荒域 无论是什么种族的生灵 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高人一等 靠的只有自身实力 在月鹰玉兔同样如此 如果自身实力不够 那么注定成为月鹰玉兔族内最没用的兔子 不仅自己会因此被无视 很有可能自己这一系的家族成员都要被牵连 为此 每一位月鹰玉兔族的成员 都拼尽全力地提高自身实力 只为博得家族信任得到诸多资源证明自己 今日在月鹰台 诸多月鹰玉兔族的年轻一辈正在比拼 行鱼起初还以为自己等人运气好 当听月飞翰说完才知道 这月鹰台每十天开启一次 每十天举办三天 大约半个时辰后 行鱼等人来到了月鹰台 这月鹰台十分庞大 位于一处盆地中 盆地四周围都是看台 在中央是八大站台 此时每个站台上都有两名月鹰玉兔对战 爆发出璀璨夺目的灵力光滑 走吧 我带你们去找我爹 月飞翰对着行鱼这般说道 随后带着行鱼 一行人朝着月鹰台左侧移出高台走去 在高台之上 有六名老者 一名中年男子端坐在椅子上 观看着场内的战斗 中央的中年男子月文泽 就是月飞翰的父亲 一行人来到高台后 月文泽就看了过来 对着月飞翰笑道 哈儿 你怎么过来了 这几位人类是 月飞翰对着月文泽嘻嘻一笑 指着行鱼说道 这是行鱼 我曾经的救命恩人哦 我跟你说过的 月文泽看了一眼行鱼 拱了拱手 笑道 原来你就是行鱼 多谢当日救我女儿一命啊 行鱼微微欠身 道 这是应该的 前辈不用客气 那不知来此有何事 月文泽轻轻一笑 眼眸中闪过一抹深邃 行鱼看了一眼月飞翰 月飞翰点了点头 将情况大概和月文泽说了一番 片刻后 月文泽眼眸陡然闪过一抹精芒 看了一眼行鱼 轻声说道 我想小友应该是多虑了 二阶地狱区并没有陈邪这一号人 至于无极间隔 是否会针对我月音玉兔族也仅仅只是 你的猜测不是吗 哪怕是针对也不怕 我月音玉兔族能屹立在二阶地狱区靠的可是实力 他相信自己的女儿 可是却不相信行鱼 虽然救了自己的女儿 可如果是设下的圈套呢 哪怕如行鱼所说 一切都是真的 他相信凭借自己月音玉兔族的实力 也足够应付 这不是自大 而是自信 行鱼点了点头 道 确实是猜测 但是 好了 小友 你能来我月音玉兔族也不容易 何谈这些子虚乌有之事 岳文泽笑了笑 看向岳飞汉道 哈 你带小友先去我族四处参观一下 待这里完事之后 我会亲自设验款待 行鱼眉头微皱 这岳文泽还真是够自信 不过行鱼也理解 毕竟能够从三阶种族成为二阶种族 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自信于自己的实力也是理所应当 希望不会出事吧 行鱼内心无奈的摇摇头 岳飞汉听到岳文泽这般说话 也是十分不爽 他很相信行鱼 也相信行鱼绝对不会随便说空话 此时还要说话 行鱼却阻止 笑道 也许是我多虑了 走吧 带我们去好好参观一下 岳飞汉见此也只好无奈的点了点头 然而刚要走 岳文泽一旁的一名老者 瞥了一眼行鱼 眼底闪过一抹阴霾 淡淡地说道 小友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月银玉兔族 又赶上我们月银台开启 这么早走 多无趣 行鱼停下脚步 眼眸看了一眼老者 内心狐疑 因为行鱼从他的眼眸中 察觉到了杀意 这臭老头 为什么想杀我 行鱼内心疑惑 但却微微欠身 笑道 不知道前辈的意思是 老者淡淡地说道 人类被誉为万灵之掌 天赋 潜力 创造力 都远比其他众生灵都强大 不过 我也见识过很多人类 然而 都让我很失望 所谓的天才俊杰 远不如我族中下等的小辈 小友你的修为虽然低了些 可你能救下飞翰公主 我想 战斗力应该很强吧 你们人类有句话说得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今日恰逢 我族年轻一辈检验实力 不如 较量一下 岳飞翰听闻顿时大怒 道 大长老 你什么意思 明知道行语修为不高 还要他比较 你诚心的吧 第1034章 切磋 被称之为大长老的老者 看了一眼岳飞翰 轻轻一笑 一双浑浊的眸子中 闪过一抹金芒 飞翰公主 我岳成光一生 对岳阴玉兔族兢兢业业 做任何事情 都为了岳阴玉兔族 没有一丝私心 而今日相邀小友 和我族年轻一辈较量较量 增进一下友谊 怎么会是成心的呢 岳成光眼眸深邃的 看了一眼岳飞翰 缓缓说道 公主 可莫要给老夫随意扣帽子啊 你 岳飞翰气得一脸愤怒 袖中拳头紧紧攥着 行语狐疑 巧然传音询问怎么回事 岳飞翰当即说道 这家伙是岳阴谷大长老 配合我父亲管理岳阴玉兔族 和我爷爷是同一辈的人 因实力强大 在族中威望很高 因此做事说话 总是这般高高在上 更是三句不离自己的赫赫战功 简直让人恶心 至于他针对你 我想 应该是因为我 行语眉头一挑 道 莫非他有一个孙子 或者虫孙子不成 想要和你 你怎么知道 岳飞翰狐疑的传音说了一句 而后道 他的野心很大 总想要掌控岳阴玉兔族 但因为我爷爷的实力强大 他只能选择臣服 因此 他就想了其他办法 让他的孙子娶了我 这样 彼此关系就更近了 对于他日后逐步掌控岳阴玉兔族 更加有利 我爷爷父亲都知道 所以不同意 因此他就不爽 屡屡找麻烦 更阻止我找任何伴侣 无耻之急 应该是看你和我走得比较近 所以才针对的 往日发生过太多这种事情了 真是邪了门了 为啥我爷爷不弄死他 唉 行语听闻苦笑一声 怪不得这岳成光会对他有敌意 原来是为了他的野心 至于岳飞汉的爷爷不杀岳成光的原因 岳飞汉不懂 行语却很明白 身为一个大家族的掌控者 无论做什么都要利益至上 否则家族就可以崩盘 无法掌控 这岳成光虽然野心很大 可他在族中威望高 并且实力不俗 他的存在对岳阴玉兔族来说 比岳飞汉这个公主更重要 他的存在可以让岳阴玉兔族 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是岳飞汉的爷爷又疼爱这个孙女 不想孙女终生幸福被毁 所以才始终拖着更不针对岳成光 看来无论什么种族 什么生灵 利益 实力都高于一切 行语暗自感叹 转头看了一眼岳文泽 他此时没有说话 显然是一切都明了 怎么 小友不敢吗 岳成光瞥了一眼行语 嘴角微扬 轻轻一笑 言语中充满了逼迫 岳飞汉刚要说话 行语微微欠身 道 前辈言重了 能够和贵族比拼较量一下 是我的荣幸 怎么会不敢答应 不过有一件事 需要提前说明 哦 小友说来听听 岳成光眼底 闪过一抹得逞的笑意 战斗就是为了胜 因此 我的对手只有两条路 非死即伤 不存在第三种解决方法 行语嘴角一掀 邪魅的笑容 挂在俊朗坚毅的脸颊上 让行语看上去 充斥着一股凌然霸道之气 岳成光眼底精芒毕露 似笑非笑地说道 小友还真是足够狂呢 不过往日其他人类也同样说过这种话 然而最后的结果 都死了 因此 希望小友可要活着呀 文泽 你看如何 岳文泽看了一眼行语 对着岳成光笑道 战斗会促进强者更强 多多切磋交流 是一件好事 我自然很同意 小友啊 你可要加油呢 说完后 岳文泽翘无声息对行语传音道 我想 哈尔应该对你说了缘由 还请不要怪罪 不仅没有感谢你 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 却让你和族中强者对战 行语传音道 前辈多虑了 我和飞翰是好朋友 能够帮他解决麻烦事 我很乐意 只是 如果你能杀 就杀掉 岳文泽直接这般说道 行语顿时内心明了 看样子 这岳文泽也十分不喜岳成光啊 此时 岳成光得到了岳文泽的确认后 颇为高兴 他其实完全可以不顾问岳文泽的态度 不过岳英谷明面上是 岳文泽负责 双方又没有真的撕开脸皮 所以他 还是要向真心地询问一番 看向行语 岳成光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会小友选择一位同等级的对手吧 说完 岳成光看向了高台下的战斗 平静地说道 所有人暂停 声音很平静地传出 可却带着尊者的强大气势 完美地传入在场每一位生灵耳畔 所有岳英玉兔族的生灵都一脸疑惑 尤其是场内战斗的生灵 纷纷看向了高台之上 岳成光笑了笑 大概介绍了一番行语 随后说道 行语小友远道而来 今日到我族 恰逢岳英台开启 所以双方进行切磋一番 说完 看向了刚刚八大战台上战斗的其中一人 此人一袭岳华长袍 白色长发 覆手而立 俊朗非凡 唯一让人不喜的就是 此人神情桀骜 岳浩 看向任何生灵都带着俯瞰的神色 狂傲至极 岳浩 由你和行语小友来战斗 岳浩听闻瞥了一眼行语 鄙夷的切了一声 神情桀骜地说道 大长老 您能给我这一次机会 我很高兴 自然愿意和行语兄较量一番 可是他的实力未免也 言下之意仿佛在说 行语 垃圾 岳成光刚要说话 行语瞥了一眼岳浩 轻轻一笑 道 战斗还未开始 谁胜谁败谁也不清楚 不过好兄尽管动手 若我行语死在好兄手中 也是我的父亲 不过 若是好兄不敌 也请勿怪我下手中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我靠 这人类是不是脑残 他才六阶初级妖王的实力 竟然敢敢对六阶终极巅峰妖王实力的岳浩 说出这话 福 大写的福 好狂傲 还好兄不敌 去你压的吧 岳浩 干掉他 养我族雄风 说得对 一招灭杀他 我看他还拿什么狂啊 第1035章 一拳搞定第五更 岳成光听闻 也忍不住笑出声 看向行语 宛如在看向白痴 岳文则眉头微皱 并无多言 行语你 岳飞汉看向行语 则有些错愕 他并不清楚 行语的战斗力究竟多强 当日在百足城内时 他也未曾见识到行语动手的情况 因此 此时对于行语和六阶终极巅峰妖王级别的月号战斗很担忧 不曾想 行语还这么狂 行语笑看了一眼岳飞汉 道 切勿担心 行语说完就看向了月号 而此时 月号则忍不住大笑出声 道 可笑 真是可笑 六阶初级妖王的实力 还让我不敌 你的脸皮还真是厚 不愧为人类 行语眼底一领 迸发出森冷的杀意 这群混账东西 对于人类的敌意 还真是深啊 不过 既然大长老点名让我和你对战 那我也不能不答应不是 月号大笑道 副手立在站台 傲然道 下来吧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月号的实力 行语对着月文泽微微欠身 让月飞汉别担心 就一个闪身落在了站台之上 至于黑龙行音应几人 并没有任何担心 反而看向月号的眼神中充满了怜悯 这混蛋如此挑衅行语 真是 没死过 那个 你说这个月号会坚持几招 黑龙低声黑黑一笑道 几招 你太瞧得起他了 黑金熬吃笑一声 伸出一根手指 道 他能坚持一招 算我输 钟良雷点了点头 道 差不多 哼 不远处的月成光 听到了黑龙三人低声细语 顿时面色有些阴沉的冷哼一声 这几个人还真是够狂傲 当下看向站台上的月号 月成光冰冷的传音道 废掉他 否则 我废掉你 月号听闻冷笑一声 看向行语 眼眸中充斥着残忍而森寒的杀意 废掉这等废物 岂不是轻而易举 月号嘴角一掀 覆手而立 神情充满了狂傲 瞥了一眼行语 月号淡淡地说道 我修为略胜你一筹 所以 我不欺负你 让你三招 三招之内 你能让我后退一步 算我说 此话一出 全场看台去的月鹰玉兔族人 顿时怒吼连连 连声叫好 让月号也是越发得意起来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行语一愣 顿时失笑地摇摇头 这家伙还真是狂得无边无几 不过行语也是很诚实的人 既然你让我 那我就接下了 你确定? 行语很认真地询问一遍 月号鼻翼地看了一眼行语 傲然道 我月鹰玉兔族人 说话一向一个唾沫一个钉 岂会和你们人类一样 阴险狡诈 说让你三招就三招 尽管动手 行语点了点头 而后眼底 突然迸发一抹金芒 身影一闪即逝 瞬息间来到了月号身后 什么? 这 月号月成光月文泽等人 顿时神情呆滞 惊呼出声 不说战斗力 单单这恐怖的速度 就足够掉台月号了 一个人类 怎么会这么强? 全场看台去的人 同样惊呼连连 有人指着月号身后惊呼道 卧槽 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来到了月号身后了? 对于行语这神乎其神的身法速度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此时月号还未回过神 行语对着月号失望的摇摇头 随手一拳 直接砸在了月号的后背 咔嚓一道清脆之声响起 直接月号直接被震飞出千米之远 鲜血止不住的狂吐 跌落在地 再也爬不起来 全场此时鸦雀无声 而行语平稳落地 优雅地弹了弹衣袍 微微欠身 拱了拱手 道 好兄 实在抱歉 没想到一分力你就承受不住 原本以为你很强 实在是 让人意外 抱歉 早知道我就用半分力了 当行语说完后的十七时间内 全场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 无数双眼睛齐齐看向行语 充斥着同样的不可思议 两久后 有人轻吐一口气 缓缓说道 怪不得这家伙如此的狂傲 原来真实战斗力和修为如此的不对等 啪啪啪 岳文泽嘴角擒着一抹笑容 缓缓拍手 道 小友果然厉害 怪不得年少轻狂 狂得有资本 此话一处 远处倒地吐血的岳后 直接一个激动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这话看似在夸行语 实则也是在嘲讽他 没有实力 狂什么狂 那就是找死 行语情绪则没有半分波动 微微欠身 道 多谢前辈谬赞了 也可能是好兄谦让于我 只是一时没控制住 算不得什么 既然如此 不如再比试一场好了 岳成光看向行语 神情淡默地说道 话虽平静 实则岳成光内心十分震惊 他没想到 行语会如此的变态 竟然一拳 就打得越好爬都爬不起来 而行语刚刚这番谦虚的话 在他听来是如此的刺耳 因此抓住机会 直接逼迫行语继续来一场 行语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看向岳成光 这混蛋 还真是不弄死自己不罢休啊 不过行语很快收回杀鸡 看向岳成光 平静地笑道 当然可以 对了前辈 听说您 还有一位孙子 是贵族数一数二的杰出天才 不知可否有幸切磋一二 行语想得很简单 你要针对我 很好 那老子 就废掉你的孙子 看你还拿什么狂 岳成光听闻此话 神色有些变化 看了一眼岳文泽 不知道在想什么 岳文泽眼眸一亮 暗赞行语地主动出击 当即看向岳成光 笑道 大长老 我记得永明从百足城来了 现今就在修炼吧 既然小友想要和永明切磋 那就请他出来 正好让永明指点一下在座的小辈 什么才叫天才 此话一出 全场很多人一惊 道 岳永明 可是百足城内的 我足年轻一辈中 最强的十大天才之一 据说已经达到了六阶高级妖王 那是自然 据说永明哥还即将突破六阶巅峰 甚至成为妖尊 如果能够做到 我愿意玉兔一族在二阶地狱区的身份 将节节增高 妈的 竟然胆敢挑战永明哥 找死的家伙 嘿嘿 这家伙虽然强得有些过分 可是对战岳永明 那简直就是找死了 我很想看看 他被岳永明打得在地上起不来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这副臭德行 岳飞汉听闻行语要挑战岳永明的时候 顿时一惊 而刚要阻止 谁知岳文子还答应啊 这让岳飞汉差点气得蹦起来 这不是胡闹吗 怎么可能打得过 第1036章 岳永明 岳飞汉对于行语的实力这么强 也是有些诧异 可是对战岳永明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一旁的行音音低声笑了笑 对着岳飞汉传音道 公主不用为宇哥哥担心 他可是很厉害的哦 再厉害 还能干掉六阶高级妖王不成 岳飞汉无语地看向行音音 他都怀疑 这行音音是不是行语的妻子 怎么丝毫不担心行语 行音音笑音音的传音道 那你拭目以待好了 行语的实力 对抗六阶高级妖王确实勉强 可是凭借层出不穷的武技和诸多武器 干掉岳飞玉兔 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相信行语 此时岳成光听闻岳文泽的话 在听看台去的众多族人纷纷叫好 当即点头道 那好 来人 去叫名过来 说完后 看向行语 神色有些阴沉不定 他之所以有些顾虑和疑惑 就是因为 他怕这是一个圈套 他很清楚 岳文泽内心中很想自己死掉 这样自己的野心就无法达成 无法威胁到岳文泽这一脉继承族长 成为岳英玉兔族的领袖 但是因为他的威望和实力 他根本不可能死 这也是 他始终胆敢狂傲的本钱和资本 不过 这也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自己的孙儿岳永明 岳永明的天赋修为都很强 并且性格够很辣 成福也够深 没有意外 日后必将可以成为妖尊 这也是他的资本 如果今日行语的到来 是岳文泽下的一个套 借助行语杀掉孙子 那一切都完蛋了 不对 这个家伙就算是强 也只是人类 人类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岳英玉兔族 更比得我孙儿 可笑 岳成光看向行语 眼底寒光闪烁 暗自道 哪怕这是一个套也不怕 他胆敢杀我的孙子 我就弄死他的朋友 和岳飞汉 打不了鱼死网破 行语自然不清楚 他在想什么 只是在站台上静静等待 六阶高阶妖王吗 还真是期待呢 行语嘴角一掀 邪魅如妖的笑容 充斥着凛然不惧的强大战役 大约一刻钟后 两道破风声从远处传出 下一刻 两道身影落在了高台之上 全场定眼看去 只见为首的是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青年 他长相并不是很英俊 可脸庞灵脚分明 麦牙色的皮肤透着一抹坚硬 一双漆黑的毛子闪烁着冰冷和淡漠 从他身上感受不到傲气和桀骜 只有威严 一个眼神就足够让人臣服 此人赫然是岳永明 看向岳成光和岳文泽 岳永明微微欠身 道 不知道爷爷叫我来何事 岳成光看向岳永明 眼底闪烁着无法掩饰的骄傲 简短地将刚刚情况叙述一番后 岳成光笑道 有你和行语小友切磋一二 可有兴趣 此话一处充斥着极端狂傲 可有兴趣 这简直就是对于行语极大的蔑视 行语听闻嘴角一抿 眼眸看向岳成光充斥着冰寒 这狗日的王八蛋真是该死 在行语看过来的时候 岳永明也看向了行语 眼眸中充斥着看向尸体一般的冷漠 既然行语想要和我交战 我自然满足 如若不答应 岂不是落了我岳因欲吐足的事情 话音落 岳永明看向了岳飞汉 眼底闪烁一抹温柔和爱意 平静地说道 我会向你证明我比任何人都强 完全配得上你 说完 岳永明一个闪身落在了行语面前 但莫得说道 如你所言 我动手也有两个结果 对手 非死即伤 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 行语轻轻一笑 道 我拭目以待 岳永明嘴角微微一鸣 眼底杀鸡引线 瞬息间冲向了行语 打我的哈注意 今日你必死无疑 岳永明传音落入行语耳畔的同时 行语也冲向了岳永明 同样传音冷笑道 屡次找我麻烦 今日你也同样 死无葬身之地 砰砰砰 俩人瞬息间交战数十回合 一股股静气骇浪肆虐八方 整个站台都在嗡嗡颤抖 全场看向此时的战斗 都是神色紧张 看向行语更充斥着震撼 众人意料之中的一面倒的局面并没有发现 反而俩人不相上下 这实在是让他们不得不震惊 高台上的岳飞翰一脸错愕 喃喃道 我去 这家伙 真这么强 岳文泽看到此时的情况 嘴角一鸣 充斥着满意 眼底闪过一抹深邃的 杀鸡 砰 场内行语和岳永明彼此对轰后 快速后退 随后再度冲向了对方 行语嘴角 清敏邪魅笑容 道 永明兄弟好厉害 竟然和我不相上下 岳永明没有说话 只是内心十分的震惊 这混蛋 真的是人类 我去特么的 怎么这么强 每一拳都透着无可匹敌的霸道力量 更充斥着诸多玄妙奥义 看似他和行语不相上下 可其实他却微弱地落入下风 他远高于行语的强大修为优势 在行语那霸道的力量面前 没有丝毫作用 他想要抽出武器 5G对决行语 可是却又拉不下这个脸 明明自己的修为比行语还要高 如果抢先拿出武器 施展武技 那就承认他不如行语了 行语看到此时的岳永明 内心冷笑连连 无论是人类中的大家族 大势力 还是这蛮黄玉的种族中 但凡天才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心态太高 行语原本以为 这个岳永明会和其他人不同 不曾想到 依旧是这副德行 战斗中 抛不开自己的身份和姿态 心高气傲 这一点上 行语就不得不佩服陈邪那个家伙 以武欲尽尊者实力对战他 还能无所不用其极 关键心里没有丝毫负担 这简直就是臭不要脸 达到了巅峰的存在 不过也因此 他是这么的难缠 让行语想要动用一切力量干掉他 既然你放不开 那我就速战速决了 行语嘴角冷笑 下一刻猛然抽出修罗剑 剑势爆发 五行奥义施展 一瞬间 武道超强武技 铺天盖地地冲向岳永明 陈邪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战斗就是杀人 杀人 无所不用其极 行语比他强的就是 知道什么人该杀 什么人不杀 而眼前的岳永明 就属于该死 第1037章 血月魔兔 我靠 竟然抢先动用武器攻击 真是臭不要脸啊 哼哼 我看他是打不过永明哥了 所以才动用武器 真是废物 全场看到行语动用修罗剑战斗 一个个各种嘲讽 岳成光看到这一幕 面色有些阴沉 他可不是看台去的人 对于岳永明行语的战斗 看得十分清楚 不是岳永明不想动手 而是行语在压制 他也没有时间动用 再加上心高气傲 更让他没有提前动用 这混蛋怎么会这么强 岳成光内心中充满了不理解 此时场内的岳永明 看到行语突然爆发恐怖的武器也是 暗自咒骂 当即手一握 一柄月牙光刀出现手中 在身后月光冲天里 宛如出现一个月亮 然而 他刚要攻击 行语嘴角冷笑 空虞的左手一握 血幽狼牙刀一闪即逝 爆发出裁掘武器 不死武器 什么 刀剑双销 还领悟了死亡奥义 看到这一幕 岳永明顿时不淡定了 这混蛋还是人吗 怎么领悟如此多的奥义 他哪来的这么强大的精力 轰轰轰轰 行语的攻击速度很快 再加上刀剑同时攻击 岳永明能做的就是不断防御 当行语的一套攻击落下 岳永明猛然狂吐一口鲜血 神色有些苍白 手握光刀 看向行语 岳永明眼眸中充斥着深深的忌惮 你还真是让人失望 行语摇摇头 一脸的无奈 原本以为岳永明的战斗力会很强 没想到这么废物 行语不知道的是 岳永明最强大的武器 攻击法门都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而和行语战斗 前期没有打出优势 那么必败 没有犹豫 行语当即刀剑相合 各种武器爆发 岳永明在行语手中节节败退 那刀法很强 可是在行语面前 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岳永明很愤怒 最后直接抛弃了光刀 瞬间妖化 变成了半兔半人状态 和行语战斗 可是依旧不敌 岳永明更是施展出了 岳英玉兔族的岳英战爵 疯狂强大自身体魄 调动英智奥义 然而 依旧无用 最终 行语一脚踹出 狠狠地 将岳永明踩在脚下 刀剑落在脖梗 嘴角一掀 邪魅一笑 抱歉 你输了 全场看到这一幕 纷纷鸦雀无声 如果说一开始 行语抢先动手 是心虚 自认不敌 可是后来 岳永明爆发出了诸多强大武技 依旧不敌 那熟强熟弱 立刻高下立判 岳成光愤怒的一巴掌 拍碎了身旁的椅子 神色阴沉的可怕 行语将岳永明狠狠地踩在脚下 等于在打他的脸啊 最重要的是 行语能打他的脸 还是他亲自将脸送到行语面前造成的 这就很尴尬了 岳文泽啪啪啪地 为行语拍手鼓掌 很是高兴 因为行语代替他完成了一件他始终想要完成 却始终没有做也不能做的事情 行语松开岳永明 收起刀剑 对着岳文泽微微欠身 看向岳成光 行语轻轻一笑 道 不知道前辈这一次是否还会失望 岳成光面色一僵 气得肺都要炸了 起初他说 人类所谓天才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让他失望 此时自己的孙儿被行语无情碾压 简直脸都丢尽了 因此 此时行语这句话说出来 简直不要太气人 此时的岳永明看向行语 眼眸血红 充斥着疯狂和杀意 这该死的混蛋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自己无情地踩到脚下 最重要的是 自己最心爱的人 岳飞汉还在这里 这种愤怒 这种屈辱 让岳永明失去了机制 血月磨唾 变 岳永明猛然歇斯底里地嘶吼一声 瞬间一跃而起 傲立在半空之中 周身笼罩一层层神秘黑色灵力 充斥着浩瀚和死亡毁灭之意 衣衫瞬间撕碎 露出了惊悍的胸膛 只不过此时岳永明肌肤漆黑 遍布毛发 身躯无形间增高 足足2米5 一双眸子血红猙獰 透着丝丝煞气和杀戮 令人望而胆战 最重要的是在身后 一轮百丈庞大的血月浮现 方圆千米之内 都被渲染的血红黯淡 诡异之极 这一幕 顿时吸引了全场所有月鹰玉兔族人的目光 而当看到此情此景 所有人纷纷惊呼 什么 血月磨兔 这 这家伙疯了吗 血月磨兔 逆行运转我族功法 可化身为杀戮魔兔 十倍增强自身战斗力 越街战斗 杀人 轻松如意 是我月鹰玉兔族 面对必死之局的时候 才可以这么做的 这月永明 化身为血月魔兔 对身体的危害十分巨大 一个不留神 就会造成血脉力量耗尽 成为废物啊 这月永明 怎么会突然化为血月魔兔 莫非是无法承受失败 这度量也太小了吧 明儿不要 看到月永明化为血月魔兔的时候 月成光一脸惨白 惊呼出声 然而刚要上前 月文泽冷冷地说道 大长老 你要做什么 你说 我要做什么 我要阻止明儿 月成光对着月文泽嘶吼道 月永明代替我族之明和人类行语切磋战斗 说了 虽然丢脸 可是只要修炼 日后必然可以超越 我族之人 可有人谩骂他一句 可有嘲讽他一句 月文泽冷冷地看向月成光说道 他怎么做的 竟然忍不住失败来的愤怒 屈辱 化身为血月魔兔 要对战行语 真是让人大失所望 丢进了我月英玉兔族的脸面 现在你如果去救他 那就是在我月英玉兔族的脸上 狠狠地又踩了一脚 你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 月成光哑口无言 他知道月文泽说的是对的 可是 可是 这是自己的亲孙子啊 那就这么看着 月成光迎着月文泽的目光 嘶吼一声 圣 还能挽回些局面 我会动用最好的资源治疗他 月文泽冷冷地说道 拜 他就是该死 如果你胆敢有所妄动 我会以我族族规成见你 月成光哑口无言 很憋屈 可是 他还真的不能妄动 因为这个事情 是他理亏啊 月文泽冷哼一声 看向站台上的刑语 内心说道 障碍我帮你已经驱逐 希望你能杀掉他 第1038章杀了他 血月魔兔 刑语瞥了一眼对面的月永明 嘴角一仙 似笑非笑地说道 有意思 修罗剑抽出 咬指月永明 行语淡漠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月银台 既然你拼死一战 那我今日 定当满足你 好 月永明仰天怒吼一声 血红的双目看向行语 充斥着实质化的杀意 一道道黑色光滑流转在周身 让月永明 宛如地狱派来的死亡使者 杀我 今日哪怕必死 也会带你一起走 月永明嘶吼的声音落下 瞬息间来到了行语面前 一拳轰出 阵阵音爆响起 仿佛空间都被碾压崩碎 好强的力量 行语一惊 但也没有后退 冷笑一声 拳头紧握 直接一拳携带血纹055G 轰杀月永明 那就试试看 谁更强 轰 全权相对 黑红色气浪瞬息间爆开 乘环形朝着四面八方奔腾 俩人脚下站台裂开密集的裂缝 片刻后轰然爆碎成虚无 当当当 行语后退两步 而月永明后退五步 什么 竟然 这么强 月文泽月成光 包括全场族人 纷纷震惊的合不拢嘴 血月魔兔后的月永明 战斗力增强十倍有余 最重要的是 近战攻击提升更大 没想到 此时和行语全权对碰下 竟然还落入下风 行语神色不变 暗自心惊 这家伙成为血月魔兔之后 拳头果然好印 竟然隐隐作痛 行语眉头紧皱 看向月永明有些忌惮 月永明嘶吼一声 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直接再度冲向了行语 仿佛此时他没有了理智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杀掉行语 砰砰砰 行语和月永明疯狂的对战 这一次俩人的战斗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任何攻击法门攻击招式 都施展了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 杀掉对方 行语也不再隐藏 不死火笼罩下的身躯 直接幻化出了不死魔灵 同时 碎山河随着意念一动 从体内飞出 连同手中刀剑不断攻杀月永明 在行语全力以赴的攻击下 月永明能做的就是 等待死亡 此时全身上下遍布都是伤痕 他的攻击力虽然强大很多 可是不够理智 宛如只知道战斗的低级妖兽 因此 面对灵活多变的行语 他根本不可能赢 终于寻到一次机会 行语意念一动 风穿台风印住月永明 而后碎山碎河结合对月永明攻击 双手紧握 刀剑相合 奥义催动 直接爆发碎刃杀 不!看到这一幕 月成光顿时疯狂了 再也不等待了 他知道 月永明很有可能在这一击之下 死亡 然而月文泽直接一个闪身 拦住了月成光 刚要说话 月成光怒吼一声 直接和月文泽大站了起来 这一幕众人目瞪口呆 不曾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枪枪! 两道刀剑争鸣的清脆之音响起 只见行语已经携带漫天刀剑之光 刺透了月永明身躯 噗痴!漫天鲜血喷剑 方圆数百米遍布血雾 枪枪! 奥立在血雾中的行语 潇洒地收起刀剑 随手收起碎山河 副手而立 远远看去 宛如血煞修罗 碰! 死去的月永明 身躯无力地跌落在满地的鲜血之中 一双眼眸恢复了漆黑 可是却永远地暗淡了下来 尼儿! 月成光看到这一幕 顿时淒厉地怒吼一声 一双眸子颤抖 两行青泪流淌而出 月文泽停止阻拦月成光 却一个闪身来到了行语面前 他要保护行语 不会被神情大乱的月成光偷袭 月成光身躯颤颤巍巍的玉空飞行到月永明面前 看着地上的月永明充满了绝望和痛苦 我的名儿! 月成光痛苦地怒吼声 而后一双眼眸血丝缭绕 看向行语充满了无穷的杀意 你! 必死! 月成光怒吼声 瞬间身躯一闪即逝 月文泽当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是却面色一变 只因为月成光不是冲向行语 而是直奔行音音夜雪柔几人冲拉过去 快! 保护行语小有的朋友 月文泽对着高台上其他老者嘶吼道 他们面色一变 没想到月成光会如此地不要脸 要抓小辈要挟 然而他们刚要动 月成光已经来到了夜雪柔面前 因为夜雪柔就站在行音音等人面前 杀我孙子 我就杀你朋友 月成光争鸣的怒吼一声 一掌拍向了夜雪柔 那一掌蕴含了尊者的强大力量 别说是武丹镜 哪怕是尊者级别都可能扛不住 这一幕让众人接连惊呼 甚至有些人闭上了眼眸 所有人都预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是接下来 预料之内的身躯爆炸声并没有响起 只有一声声月成光的哀嚎 很多月音玉兔族人一脸猛逼 缓缓睁开眼眸 当看到眼前这一幕都傻眼了 只见夜雪柔一只手扣住月成光的脖梗 只见时色光滑流转 密集月成光全身 远远看去 夜雪柔是那么的轻松 而月成光则神情痛苦 而惊骇地看向夜雪柔 苍老的脸庞上通红充血 这 月文泽也猛逼地看向了这一幕 没想到夜雪柔这少女 会如此轻松制止住月成光 杀我朋友 动我妻子 月成光 你还真要脸啊 月文泽身后 行语淡漠冷酷的声音缓缓传出 随后玉空飞行 直奔月成光飞去 妻子 月文泽更是一脸呆滞 这 这个少女竟然是行语的妻子 月飞汉看到这一幕也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直当做小姐姐的夜雪柔惠 这么强 啪 行语走到了月成光面前 随手狠狠的一巴掌 抽在了月成光脸上 打得月成光一口牙混杂着鲜血 全部飞出 你身为月阴玉兔族的堂堂大长老 竟然如此的不知廉耻 你要不要点脸 行语冷哼一声 随手又是一巴掌 我等前来 可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月阴玉兔一族 你却屡屡针对于我 你他妈是不是有兵 啪 看在飞汉公主的面子 我始终不说什么 你却特么屡教不改 还要杀我朋友 动我妻子 你当老子 没有脾气是吗 啪啪啪 行语每一巴掌 都用尽全力 每一巴掌 都打得月成光脸颊血红横飞 两九 行语停下手掌 冷冷地看向夜雪柔 道 柔儿 杀了他 别 第1039章 诸族来犯 月文泽快速来到了行语面前 当即说道 小友 实在抱歉 是我管教不周 让月永明和月成光闹出了笑话 还请将他们交与我 自会有族规成智 你确定不会迅思枉法 行语冷冷地看向月文泽说道 我月文泽能够成为月英谷的掌管者 绝对不会迅思舞弊 行语冷哼一声 给了夜雪柔一个眼神 夜雪柔当即手一挥 将月成光打晕扔到了一边 希望如此 行语说完 看了一眼月飞汉 说道 实在抱歉 我想 我们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说完行语当即带着一行人就要走 月文泽刚要说话 忽然一道身影快速飞来 当即跪下 对着月文泽焦急地说道 报 出大事了 行语一行人刚要走 猛然停下了脚步 月文泽面色阴沉地说道 何事 讲 蓝眼雪金兽一族 银雪独角狼一族 闭火螳螂一族等将近三十八族 将我月英谷团团包围 此人面色凝重地说道 除此之外 外围警戒的族人临死前发来消息 还有大量其他种族朝着我月英谷赶来 什么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没想到 有将近三十八个种族将他们团团包围 更有大量种族 纷纷朝着他们赶来 这是要灭族吗 月文泽面色震惊许久 抬头看向行语 道 陈邪 行语点了点头 民众道 除此之外 我想不出半分理由 三十八个种族齐聚包围这里 说完行语暗自感叹 那陈邪真是够狠啊 行语想到了 这家伙会针对月英御图族 可不曾想到 他会调动这么多人 这么多种族 莫非这家伙是二阶地狱区的最强种族 或者 来自一间 行语内心差点被自己这个想法想到 可也只有这个结果 才能解释这一切 深吸一口气 行语面色凝重地 看向月文泽说道 不知道前辈如何应对 行语并不会说任何抱歉的话 因为已经无用 现如今能做的 就是 如何度过眼前的局面 都怪你吗 一定是你吗 月文泽还没有说话 身旁一位老者指着行语大怒道 你们今日来到 而三十八个种族 今日就包围我月音玉兔族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灾星 灾星啊 文泽 我建议现在立刻杀掉他们 或者交给三十八个种族 我想 我们月音玉兔族 一定能化解这次危机 否则 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对啊对啊 面对三十八个种族 甚至更多的二阶种族围剿 我们怎么可能活下去 全部自爆都不可能 又有老者指着行语等人说道 杀了他们 不行 绝对不行 岳飞汉当即愤怒地 看向这几位老者说道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杀连我一起杀了 公主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样做 是要让我族全部都死掉啊 你怎么这么绝情 又有老者立刻指着岳飞汉 一脸惋惜地说道 我 岳飞汉刚要说话 可是又被几个老者滔滔不竭地指责 行语身后的黑龙几人面色一明 迅速汇聚一起 看向这几个老者忍不住要大骂 而行语抬手制止了他们 只是平静地看向岳文泽 岳文泽也同时看向行语 眼眸闪过一抹金芒 低河道 所有人住口 话音落 几个老者都不敢有丝毫妄动 紧张地看向岳文泽 岳文泽深吸一口气 冰冷地说道 行语小有一行人 一个都不可能死 也不能死 什么 文泽你 住口 岳文泽立刻制止了几位老者说话 眼眸冰冷地说道 你们都没有脑子吗 我们岳阴谷有什么 你们自己不清楚 我等将行语他们交出去 你觉得我们会都活着 哪怕是活着 这岳阴谷 还会是我岳阴玉兔族的人 谁看到低阴玉 会忍受得住诱惑 蓝眼雪金兽一族 银雪独角狼一族 碧火螳螂一族 哪一个不是常年眼馋 我们的岳阴谷的种族 我们将行语交出去 反而会让他们知道 我们害怕了 到时候各种欺负我们 夺岳阴谷 与此如此 不如拼死一战 更可以让行语他们活下来 我们良心无愧 我们岳阴玉兔族 能从三阶种族 成为二阶种族 我们面对过 不知道多少困难 可是我们怕过吗 没有 面对任何困难 都是迎难而上 这一点困难算什么 三十八个种族如何 三百八十个种族 那又如何 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说完 岳文泽冷冷地看向极为老者 道 你们身为岳阴谷的长老 面对这等危机 你们不想着如何应对 反而是贪生怕死 你们的脸面呢 你们的心高气傲呢 你们当初发下的誓言呢 都特么喂狗了 岳文泽的话铿锵有力 充满了狂傲和霸道 几位老者听完岳文泽的声音 面红耳赤 低头不语 几夕后 岳文泽刚要说话 行语微微欠身 而后拱手说道 我等愿听从前辈差遣 与来犯种族血战 与岳阴谷共存亡 话音落 全场鸦雀无声 片刻后 一道道怒吼声 冲天起 我等愿与岳阴谷共存亡 朱灭来犯种族 我等愿与岳阴谷共存亡 朱灭来犯种族 热血沸腾的怒吼声接连响起 每个岳阴玉兔族人 都战意高昂 好 岳文泽随手一挥 大喝一声 而后低头看向面前报信之人 沉声道 通知岳阴谷所有族人 迅速聚集 共同朱灭来犯种族 是 死人说完快速离开 岳文泽看向岳飞汉 道 立刻去通知父亲 派族人前来支援 是 岳飞汉当即答应 看向行语等人 岳文泽说道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就不信了 敢敢直接灭掉我们 行语当即答应 而后和岳文泽快速离开 高台上的几位长老 面色有些难看 但互相看了看 还是选择跟着岳文泽一起离开 至于看台区的众族人 当即纷纷欲空飞行 疯狂地朝着谷口冲去 每个人都没有起出 听闻消息时的害怕 眼眸中充斥着高昂的 亢奋和战役 第一千零四十章 孤奶奶好 月鹰谷口外 一道道高大威猛的生灵毅力 他们长相各异 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种族 然而他们 却有一个同样的特征 那就是弥漫着的十分强大的气息 和狂暴战役 众多生灵的最前端 是三位女子和三十五位男子 合计三十八位尊者 副手而立 他们神色孤傲冷漠 看向月鹰谷 神色充斥着残忍的笑容 最中央有三位男子 他们的气息远比其他人更强 左侧男子 一袭银色华丽长袍 头生独角 一双白色毛子泛着冷漠 道 你说 月文泽会不会吓得不敢来 右侧男子蓝眼雪晶 一袭蓝袍 身材壮硕 气势冰冷 但莫得说道 不会 他一定会出来 与我们鱼死网破 看似聪明 实则愚蠢至极 愚蠢 那为何 你蓝眼雪晶兽一族 对战月鹰狱兔族 屡语吃亏 独角男子细血地看了一眼 蓝眼雪晶兽一族的男子 你 他顿时大怒 刚要说话 为首的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道 你们还有心情吵 事情半砸了 我们都要完蛋 此话一出 俩人眼底闪过一抹畏惧 冷哼一声 看向了月鹰狗 而这时 月鹰狗身处 传出轰轰轰的脚步声 下一刻 数百道身影 携带冲天起的尘埃雾浪 出现在谷口 他们身着统一的月光色铠甲 手持绽毛 组成防御攻势 杀戮之器冲天起 最中央 月文泽行语一行人 悄然出现 月文泽看向中央的三位男子 神色森冷 冷笑道 你们三个竟然勾搭到了一起 还真是有些意外啊 我就知道 你会不知死活的出现 蓝眼雪晶兽族的尊者 看向月文泽 神色充满了细血 只是没想到 你会动作这么快 看样子着急去死呢 蓝水箫 看样子往日的疼痛你忘记了 月文泽看向他 痴笑一声 哼 今日无定会一雪前耻 蓝水箫冰冷地说道 更会将你这月阴谷占为己有 就凭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月文泽冷哼一声 不去看他 眼眸盯着中央的男子 说道 屈凯 说吧 前来我足和事 竟然如此兴师动众 屈凯 覆手而立 但莫地说道 一 交出刑语 我等立刻会离开 不给你月阴谷找麻烦 二 不交出刑语 今日就让你月阴玉兔族 在二阶地狱区除名 给你一刻钟时间考虑 屈凯说完 月文泽面色有些难看 没想到这混蛋如此的决绝 刑语面色有些凝重 眼前这个局面还真是绝境啊 面对这么多尊者 根本没办法 看了一眼怀中的几元臣 刑语想到了一个办法 低声对着几元臣说道 可否帮我一个小忙 几元臣眨了眨眼睛 看向刑语说道 揍这群家伙是吗 没问题哦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教人家怎么控制体内的那些东西 好不好吗 几元臣鼓起嘴巴撒娇道 人家有预感 如果能掌握 也许人家会恢复记忆 也说不定 你一定会的 对不对 行语苦笑 行语自然会 而始终没有交给他 是因为那是天地之灵啊 而且是三个 如果一个不小心 几元臣暴体而亡 都是最轻的下场 严重了 他们所有人都要随着天地之灵的狂暴 而炸死 点了点头 行语说道 好 我可以帮你 几元臣脑袋 如小鸡灼般点了点头 然后挥舞起小拳头 气势汹汹地看向全场 很霸气地说道 告诉我打谁 行语一脸黑线 他没有看出丝毫的霸气 只看出了可爱而萌的气势 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破风声传出 下一刻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场内 行语定眼看去 顿时一愣 此人赫然是 刁温天 看到他 曲凯兰水霄等一众尊者 同时神色畏惧 恭敬地弯腰拜见 说道 见过刁凶 刁温天淡漠地点了点头 瞥了一眼岳文泽等人 刚要说话 忽然眼瞳紧缩 猛然视线定格在了几元臣的脸庞上 差点吓得转身就跑 行语笑眯眯地看向刁温天 道 刁前辈 好久不见 近来可好 此话一出 岳文泽曲凯兰水霄几人纷纷错额 这家伙认识刁温天 刁温天本想装作不认识 可是纪渊臣皱着眉头想了片刻 忽然眼睛一亮 看向刁温天说道 你叫刁温天吧 嘻嘻 人家记住你了 刁温天差点一个 猎且软倒在地 内心十万头战狼奔驰而过 尼玛 为什么要记住我 不要记住我 刁温天差点咆哮 但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脸颊上堆砌一抹笑容 所有人错愕地注视下 对着刑宇微微欠身 恭敬地说道 见过小兄弟 那个 嘿嘿 古奶奶好 刁温天神色不变 可是内心中却咒骂苍天 为什么要让老子遇到这个古奶奶 忽然刁温天想到刑宇 面色一宁 她 好像叫刑宇 我靠 莫非 莫非陈媳要抓的就是她 我日啊 刁温天这般想到 顿时下的脸色惨白 刁温天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 怎么忘记了 而全场众生灵看到眼前这一幕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这 这刁温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对这个人类这么好 还对她怀中的小女孩竟然叫姑奶奶 莫非她姓姑 还有这个姓 岳文泽也一脸错愕 这 这可是子文雕族的尊者啊 二阶地狱区排名前十的强族 竟然对刑宇这么好 忽然 岳文泽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做了英明的决定 如果真的将刑宇一行人交出去 他们今天才算是真的走到了绝境 不理会众人的震惊 刑宇笑眯眯地看向面前的刁温天 道 不知道刁前辈此番前来 所为何事 刁温天很尴尬地倾咳一声 忽然灵光一动 道 此番前来 帅领众种种族抓捕刑宇 不知道小兄弟可知道 刑宇是否在岳音谷 几元臣一脸疑惑 大哥哥不就是叫刑宇吗 为什么还这么问 他刚要说话 刑宇传音 让他别出声 抬头刁温天 笑眯眯地说道 不太清楚刑宇是谁 那个岳前辈 你是岳音谷的谷主 应该知道 刑宇是不是在岳音谷吧 告诉一下刁前辈 岳文泽当即摇头 正色地说道 我可以肯定 刑宇并不在岳音谷 用不用发泄事 说完后 当即给身后的所有人传音 谁胆胆敢说刑宇就是刑宇 就立刻弄死谁